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雨的说故事心 分享最走心的故事 品味最多样的人生 借鉴最契合的处事态度 和赵婷轩婚礼前的第三个月 她向自己养了两年的金丝雀求婚了 求婚视频在圈子里传得沸沸扬扬 好事者设下赌局 赌我会不会因此退婚 我给出肯定的回答 赚得盆满钵满 她毫不在意 认为我只是在闹脾气 后来我和死对头一起去民政局的照片流出 赵婷轩不顾颜面跪在我面前求我回来 烟一喊揽过我的肩膀 俯身亲吻 赵总 我和易奕的婚礼下周举行 欢迎来观礼 圈内小群一个求婚视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视频里小姑娘戴着头纱 眼里满是羞涩 赵婷轩单膝下跪 钻戒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小姑娘伸手戴上了那枚钻戒 在众人的启哄声中 两人激情拥吻 要是我没认错的话 那应该是我为了三个月后的婚礼 提前半年找设计师定制的钻戒 我深吸了两口气 退出了视频 群里消息已经多达九家 赵哥 你真跟你小雀儿求婚了 不怕唐大小杰跟你闹 但是不得不说 这小雀儿年轻漂亮 也不怪赵哥会养那么年 是啊 唐大小杰虽然也漂亮 但是没小雀儿年轻啊 赵哥厌福不浅了 翻了很久 我终于看到了赵婷轩的回复 她闹就闹呗 要不是家里老太太逼着 我哪会看得上她 古板又封闭 我巴不得她能闹大点 让我家老太太能把婚退了 底下又是一片哄笑 我看唐大小杰可舍不得赵哥 他呀 可是出了名的舔狗 来来来 大家来设个赌局 看看唐大小杰会不会退婚 这还用赌 肯定不会 十万不会 二十万不会 原来我在他们眼里是这样的吗 我和赵婷轩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毕业那年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 父母同意订了婚 以前她从不会让人随意欺辱我 会将我护在身后 我看着聊天页面 眼眶不受控制的发红 会转钱 你们输了 我的出现让原本热闹至极的聊天页面禁止了众人不再回复 赵婷轩婚礼取消 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没等他们回复 我直接退出了群聊 退出群聊后 我开车到了酒吧 我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酒 三四个空酒瓶七零八落地倒在桌上 赵婷轩爱玩我不是不知道 但我从来没想过她会如此正大光明地摆到明面上 那枚钻戒上的粉钻 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的最完美的一颗 她每一步地打磨制作 我都找设计师反复确认 我期待着能在最幸福的一天戴上她 可如今她戴在了另一个女人的手上 唐大小姐一起喝一杯 我睁开眼睛 一身西装革履的烟衣涵坐到了我的对面 烟衣涵 我的死对头 从小到大 我们二人谁也不服谁 小到学习成绩 大到公司合作 是要压对方一头 唐苏毅 这可不像你 是啊 唐家大小姐唐素毅 样样争强好胜 唯独在感情上犯了魂 忍受了五年的渣男燕一寒睡吗? 燕一寒拿着酒杯的手一顿 你确定? 当然 等我回过神时 我和燕一寒已经躺在了她家的大床上 她手臂撑在我身体两侧 温热的气息扑打在我脸上 最后一次机会 唐苏毅 你确定吗? 一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 你能不能行啊? 我双手还住她的脖梗 将她的身体拉下 她咬牙 那我就让你体验一下我到底行不行 她的唇重重压在我的唇瓣上 撬开牙关 横冲直撞 燕一喊 你属狗的 别讲话 剩下的话语淹没唇中 她的手灵活地探进衣板时 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她手下的动作还在继续 另一只手想将电话挂断 看到来电显示后 滑动屏幕的手指一转 对面照停轩语气 愤怒的声音传出 唐苏毅 谁准你退婚的 小姑娘看中仪式感 又不会威胁到你赵太太的位置 你在闹什么好事 被打断 我有些不悦 赵廷轩 你在发什么疯 取消婚约 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 燕一喊的手还在游走 一阵苏马感传遍全身 我缠着她还要声音娇媚 还带着微微喘息 赵廷轩意识到了不对劲 唐苏毅 你在哪里 草 哪个野男人在你身边 与你何干 我觉得赵廷轩的声音甚是难听 挂断了电话 愿意含细细蜜蜜地稳落下 两人的呼吸相互交缠 赵廷轩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一脚踹到了茶几上 茶几上 玻璃被滚落地上 玻璃炸开一块碎片 划开了白柔柔的手臂 鲜血直流 白柔柔下意识地尖叫出声 叫什么 赵廷轩冷冽地扫尸一眼白柔柔 白柔柔从来没见过脸色如此阴沉的赵廷轩 赵廷轩触及到她手上戴着的那枚粉钻 没有来得烦躁 拿来 白柔柔没有反应过来 她在说什么 有些懵懂地望着她 戒指给我 这 这不是给我的吗 白柔柔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粉钻 舍不得还回去再说一遍 拿来 白柔柔满是不舍地摘下 放到她掌心中 赵廷轩将戒指攥紧 拿上车钥匙摔门离开 一阵云雨过后 已是两小时之后 唐大小街接过一根烟 一寒将烟递到我唇边 我看着眼前的烟勾唇轻笑 结果叼在嘴里 烟一寒凑近 替我点上一口 烟雾自我口中缓缓吐出 这种感觉很久没有体会过了 赵廷轩天爱乖乖女 跟她在一起的五年里 我戒掉了一切她不喜欢的事情 唐苏义 考虑考虑我吧 烟一寒躺在我身侧认真地说道 我知道她在说什么 烟一寒的条件 是圈内无人能及的 不论是能力还是样貌 身在这个圈子 婚姻本身也是一种筹码 父母虽疼爱我 我也不得不为家里考虑 对比于其他顽固子弟 烟一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再说吧 我安灭了烟头 怎么我的技术 没让大小姐满意 烟一寒轻轻伸上来 云雾再次翻涌 第二天醒来时 烟一寒已经走了 我起床洗漱 床尾摆放着适合我的新衣服 早餐也是我平时爱吃的 我勾唇笑了笑 还挺贴心 我开车回到了家中 打算跟父母商量 取消婚礼的事宜 还有和烟一寒的事 也该好好考虑一下了 你终于想通了 我妈拉着我的手 心疼地抚摸着 我爸在一旁也欣慰地点点头 我和赵廷轩的婚事 父母一开始是不同意的 在他们看来赵廷轩能力一般 没有太大的本事 但这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他能力不行 我可以处理公司事务 再者 还有父母帮衬 拗不过我的坚持与喜欢 他们还是只能同意下来 现在我想通了 他们自食欣喜 爸妈 我打算跟燕一寒结婚 我另一个重磅消息将他们砸得有些回不过神 我考虑过了 在这个圈子里 燕一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一 我们家不需要你搞联姻这套 找个你喜欢的 这两年 唐家走下坡路 而燕家在燕一寒的带领下 市值上翻两倍 与她结婚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再者 燕一寒在圈内出了名的不尽女色 也不用担心 她在外面有情债 在我一番分析下 爸妈终究是同意了我的决定 现在要做的就是通知宾客婚礼取消的事情 一切通知完毕后 已经是一星期之后了 圈内好友们没有想到我会真的取消了婚礼 纷纷发消息询问 而我让闺蜜处于以我的名义攒了个局 邀请他们来赌局 赢的钱该收回来了 我赌局的事情 众人纷纷响应 表示一定到达 吃瓜是天性 更别说能在当事人面前吃瓜了 唐大小街 可要我陪你去燕一寒的头 在我井间磨蹭 像一只撒娇的小猫 我去收钱的 你去干什么 我将它脑袋推开 自从上一次之后 燕一寒就让我搬进了它的公寓 美名其约 交流燕唐两家的合作事宜 行 我今晚刚好要去谈个合作 等你结束了 我去接你酒吧 等我和楚瑜到时 包间内早已坐满了人 我推开包间门的瞬间 众人的视线都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扫视一圈 在角落里看到了赵廷轩处于耸肩 表示他也没有通知赵廷轩 不知道他怎么得到消息跑来了 算了 来了就来了 当作没看到就行 今天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钱 赵哥 要我说唐苏义就是来当面跟你道歉的 退婚的事情 他肯定后悔了 牧聪抿了一口酒 脸上竟是嘲弄 道歉也没用 退婚后 我自在多了 赵哥 小雀儿玩玩就行了 结婚对象还是要门当户对的 等会唐苏义道歉了 你给个台阶下了就行 包间内气氛诡异 众人的视线在我和赵廷轩身上来回扫视 想八卦又没人敢开口 来来来 嫂子 我们一起喝一杯 趁着这个机会 你和赵哥说开了就好了 牧聪举起酒杯 隔空向我敬酒 别乱叫 我和赵廷轩已经没关系了 我放下酒杯 你们设下的赌局 输了的人是不是该转钱了 那群里总共二三十人 基本都是选我不会退婚 百来万我可不能不要 我拿出收款马转钱 处于在一旁笑得花枝乱颤 是啊 我和依依还等着这笔钱去消费呢 事情走向往所有人预期之外发展了 他们还以为我是后悔了 专门祖局跟赵廷轩道歉的 坐在角落里的赵廷轩脸色立马阴沉了下去 这众人看着赵廷轩的脸色 也不敢有动作 看我干什么 转了 赵廷轩重重地将酒杯砸到桌上 酒水四处飞溅 看着一笔钱打入账户 我心满意足地收起了手机 拿包拉着处于起身离开 正是办完了 跟赵廷轩在同一个地方多待一分钟 我都觉得难受 各位好好玩 我们就先走了 木聪推了一下赵廷轩 赵哥你再不 说话他可走了 要我说你上次的事情真的过分了 你稍微哄一下他肯定就会消气 赵廷轩瞪了他一眼 哄什么 我赵廷轩没有 他还找不到女人了 我的手正搭到门坝上 正要推门出去时 赵廷轩起身了 唐苏义 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再不跟我道歉 以后你再怎么求我也没有用了 我默默翻了个白眼 真不知道 我以前是怎么看上这种男人的 真就是眼瞎了吧 我转过身 直视着赵廷轩 婚礼取消 我永远不会后悔 跟你这种男人在一起五年 才是真的让我恶心 你脖子上的是什么 刚刚包间内视线昏暗 再加上有头发的遮挡 没有人注意到 现在包间外的光线传了进来 自然看得真切了 我摸了摸脖梗右侧 怪不得我走时烟一寒意味不明地笑 赵总身经百战 看不出来吗 我笑了笑 当然是吻痕了 赵廷轩快步上前 紧紧攥住我的手 到底是谁 是哪个野男人 唐苏义 你不是说不同意婚前发生关系吗 对我如此古板封建 别的野男人就行了吗 我的手腕被攥得生疼 挣脱不开 另一手上的链条包砸到了赵廷轩的手臂 使他吃痛 赵廷轩 你真恶心 我拉着楚瑜大步离开 身后的包厢传一阵砸东西的声音 依依 我来接你回家了 颜亦涵撑着一把黑色的大伞等在门外 好 我勾唇笑笑 现在眼光变好了 也不算太迟 阿玉 我们送你回去 楚瑜笑得一脸暧昧 我可不打扰你们小夫妻 我让司机来接我 一一 我们领证吧 烟一寒将我抵在门上 亲吻使手在四处探索 好 那我们明天就去行 烟一寒的动作将注 声音带着不可置信 你同意了 我用动作回应着 结婚这事是早就商量好的事 早点晚点领证 又有什么区别呢 第二天一早 我和烟一寒走出了民政局 看着红本 我还有些恍惚 我还没收好 烟一寒从我手中拿走了属于我的那本小红本 连同他的那本一起妥贴地放到了西装左侧的口袋里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怎么 怕我吃了呀 是啊 怕你半夜醒来 乐乐把它吃掉 烟一寒也不恼 配合着我 我和烟一寒领完结婚证的一个星期后 赵婷轩突然出现在了我公寓门外 我正打算开门 赵婷轩从角落出来 拿住了我的手 唐苏义 你这几天去哪了 天天不见得回家 那也男人到底是谁 自从搬到叶一寒那后 我就没再回来过这边了 要不是今天要回来拿东西 他怕是等一个月都等不到我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在哪里 关你什么事 而且不是什么也男人 那是我老公 我也不急着开门了 依靠在大门上结婚 你跟谁结婚了 唐苏义 你想骗我也没必要找那么离谱的借口 赵婷轩冷笑 根本不相信我那么快就会结婚了 再说了 你还能去哪找到我那么好的结婚对象 你乖乖和我道歉 我们的婚期可以继续 他高高在上地看着我 仿佛在说能跟他结婚是我的荣幸一样 看着他 他自信满满的样子 我再次感叹 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了 比你好得多处是你以为你是什么稀罕品 我翻了个白眼 唐苏义 你别嘴硬了 哪次吵架不是你来求我 那这次我就哄哄你吧 五年里 我和赵婷轩的每一次吵架都是以我道歉收尾 无论是谁对谁错 都是我道歉最为离谱的一次 我生日的时候 他陪小雀儿去看海 事后我不高兴 他却比我更生气 直到后来 我给他的小雀儿买最新款的包 他才肯原谅我 赵婷轩从裤子口袋中拿出了钻戒 是我为了婚礼精心挑选的那颗 也是他用来给小雀儿求婚的那颗 来 我给你戴上 你要是觉得想要一个仪式感 我也可以给你办个更好的求婚典礼 柔柔对我来说不过是个调味品 你才是那个陪我度过一生的女人 画壁 她想牵起我的手 将戒指带入我手指中 我侧身躲开 双手抱臂搓了搓 真恶心 真想一巴掌甩她脸上 给别的女人戴过的戒指 再来给我戴隔音 这样想着 我也这样做了 赵婷轩被我突然起来的巴掌甩过了头 唐苏义 你竟然敢打我 她目光狠利地盯着我 仿佛下一秒就要把我撕碎 这个戒指 你不是送给你小情人了吗 别的女人戴过的东西 我唐苏义不屑 要我笑容嘲弄 赵婷轩缓和声音解释道 柔柔说 从来没有带过粉钻 就借来用 她就待了半天不到 现在你也打过了 这件事就算了 我不想再给她废话 连忙打开门进去了 随后就是一连串的敲门声 我没有理会 既然她不走 那就先去好好睡一觉 等她走了再出去吧 我虽不怕她 但也不想被她缠着 没过几天 白柔柔就来到了唐氏楼下 要求与我见一面 她是两年前跟在赵婷轩身边的 也是赵婷轩身边最长久的一个的 我自认为与她没有什么好聊的 不想与她们再过多纠缠了 没有见面的必要 转念又觉得 见上一见也不是什么大事 看看她能说点啥 于是我让她到了唐氏对面的咖啡厅等我 我到达咖啡厅 很快就锁定了白柔柔的位置 娇娇柔柔的小白花 一看就是赵婷轩最喜欢的款式 白小姐 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好聊的了 我笑着看她 我怀孕了 白柔柔拿出了一张孕检报告 我看了一眼 怀孕五周 孩子是婷轩的 我挑眉看着她 所以你能不能别纠缠婷轩了 我不想孩子刚出生就没有爸爸 她摸了摸肚子 眼泪汪汪的 求我白小姐 现在是她纠缠我 而我已经结婚了 赵婷轩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白柔柔有些诧异 结婚 你跟谁结婚了 我有些不耐烦 跟谁结婚 关你什么事 我没有必要跟你交代 对不起 那姐姐能帮我劝劝婷轩吗 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白小姐 你身处自媒体的圈子 应该最知道舆论的力量 我敲了敲桌面 提醒到 豪门世家最为看重的就是脸面 有私生子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在未结婚前 就有私生子是大忌 这对往后的联姻十分不利 地位相同的女方 不会再考虑她们 她们就只能找地位低一等 甚至是低两等的家族去联姻 因此 她们不会让这个私生子出生 会偷偷处理掉 而我要做的 就是让白柔柔 将这件事爆出去 赵家虽然能压下舆论 但在圈子里的名声也会臭掉 接下来就要看白柔柔怎么做了 晚上赵婷轩向白柔柔求婚的视频就曝光了 白柔柔是小有名气的网红 认识的营销号很多 也有可能给的钱足够多 既然有数十个营销号同时转发 柔柔的男朋友好帅啊 你们都没有看到哪颗粉钻吗 好大好傻呢 那么大 最起码要几百万吧 楼上你眼光小了 那颗粉钻起码八位数以上 又是为有钱人流泪的一天 不过不得不说 柔柔和他男朋友配一脸呀 我好像认为 视频里的男主角赵氏集团的太子爷超有钱的 是做日用品的那个赵氏吗 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呀 效果正如白柔柔所期待的那样 评论区都是羡慕夸赞的 我决定加把火 让助理买了一些流量 将这件事传得更大一些 小唐总也有在投留 助理跟我汇报这情况 照是赵婷轩想干什么 那先不投了 看看情况吧 经过一天的预热 白柔柔又让营销号偷偷发出了他去医院做检查和运检单的报告 还暗示赵婷轩和白柔柔好事将近 白柔柔即将嫁入豪门的消息传出后 网友们纷纷去到白柔柔的评论区求证 白柔柔虽然没有直接回答 但在一条评论 这是赵家太子爷的孩子吧 看来要好事将近了 在下面点了个赞 算是证实了营销号的言论 赵哥 你还不打算澄清吗 牧聪看着坐在旁边喝闷酒的男人 这都过去三四天了 唐苏义都还没有点反应 他应该是真的放下了 要不然早就来找你了 赵婷轩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着 他想不通 唐苏义怎么就不管他了 以前稍微一点事 他马上就会打电话来质问 现在都已经三四天过去了 还没有一点动静 难不成真的结婚了 不 不可能 这个圈子里谁不知道他们的事 谁敢那么快就接盘跟他结婚了 不行 唐苏义只能是我的 赵婷轩猛然放下酒杯 赵哥牧聪被他突然起来的一下吓到了 赵婷轩没有理会他 掏出手机 拨打了助理的电话 让公关马上澄清我和白柔柔的关系 赵婷轩想了想 又补充了一句 再放出我和唐苏义的关系 您和唐小姐什么关系啊 助理有些忙 他记得小赵总和唐小姐不是已经解除婚约了吗 让你做你就做 别问那么多 赵婷轩的语气开始不耐 很快 赵氏集团的通稿发文就出来了 关于最近小赵总和白柔柔女士的事情再次澄清 我们小赵总跟白柔柔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运检报告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求婚视频是很早之前的了 现在已经友好分手了 而且我们小赵总有未婚妻 是唐氏集团的千金 两人的感情很稳定 即将举行婚礼 网友的评论瞬间回转 强强联手 这才是真正的羡慕啊 白柔柔是想进豪门想风了 这都敢乱说 我觉得这只是压制的手段 白柔柔一个小网红 没有实际证据 怎么敢蹭啊 我看到热搜的时候 早就做好了准备 在赵氏刚发通知不到五分钟 唐氏集团的通知也紧跟着发了出去 还附带了赵婷轩向白柔柔求婚的时间 以及退婚的通知 哇 好大一出戏 豪门的大瓜也是我们能吃到的吗 吃瓜人的快乐 赵婷轩真不要脸呢 杨小三还在女方退婚后搞这种恶心 真恶心 老婆 这赵婷轩怎么跟个狗皮膏要似的呢 燕一涵埋在我后脖梗里 语气透露着不开心 我揉了揉她的头发 感叹着这发质真好 看着我怎么解决她 要不我们官宣我吃醋了 燕一涵将我转过身 正视着我的眼睛 认真地说道 好在听到我的回答后 燕一涵直接联系燕氏的公关 我们燕总说和太太感情良好 五Q还附带了我和燕一涵一起从民政局走出来 以及结婚证的照片 我和燕一涵结婚的事情一发出 不仅网友炸了 二代圈子里也炸开了 我和燕一涵是出了名的死对头 我俩走到一起 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接到赵婷轩的电话的时候 我和燕一涵已经进行到一半了 燕一涵 老子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惦记我老婆 你要不要脸 电话一接通 赵婷轩气急败坏的声音就传过来 现在是我老婆 还有 我们什么时候是兄弟了 我怎么不知道 燕一涵随手挂断了他的电话 亲吻着我老婆 我们继续 后半夜 赵婷轩的电话又打来了 我迷迷糊糊地挂断 没过一会又响起来 我接通就是一顿骂 谁呀 大晚上的要不要人睡觉了 依依我们不闹了好不好 不闹了 你不想要那个戒指 我就重新给你定制一个 我和白柔柔也彻底没有关系了 依依 我好想你 我现在头好晕 你能不能来接我 我们马上就举办婚礼好不好 我给你办最大最豪华的婚礼 赵婷轩声音有些飘忽 一听就是喝醉了 赵婷轩有病就去治 你不要睡觉 我还要睡呢 一 我现在去找你好不好 我们好好聊聊 对面传出他找钥匙的声音 还伴随着牧聪说 赵哥 你要去哪呀 你喝成这样 不能开车呀 赵哥 我要去找依依 我骂了一句神经病后挂断 连同他的手机号码 一起拉到了黑名单里 一直也没有见到赵婷轩来找我 还以为是牧聪他们将他拦下了 谁曾想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两天之后了 一一庭轩酒驾出车祸了 你能不能来见他一面呢 赵母的声音带着些许试探 我知道这几年是庭轩对不住你 但现在他刚苏醒就只想见你一面 你就来见一面就好 不会要求你做其他的 我本不想同意的 但赵母的从小到大都对我很好 这几年赵婷轩对不起我 他也算是被蒙在鼓里 出于对长辈的尊敬 我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 燕一涵知道后 也缠着一起去 我和燕一涵到达病房时 赵婷轩躺在床上无法动弹 头上还裹着厚厚的纱布 依依 你来了 赵母见到我有些高兴 连忙上前拉住我的手 但看到我身后的燕一涵后 笑容收敛了许多 一涵也来了 我和燕一涵结婚的事情已经曝光 她也是知道了的 依依 你来看我了吗 赵婷轩挣扎着要从床上起来 婷轩 你别动 等会伤口又要撕裂开了 赵母赶忙将她压病床上 依依我们单独聊聊好吗 赵婷轩隔着层层纱布看着我包裹着像僵尸一个样 怪吓人的 依依 现在是我老婆 你有什么话就跟我聊吧 燕一涵拉住我的手向似怕我会上前找她 燕一涵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我 要不是你来插足依依 根本不可能和你结婚 赵婷轩听到燕一涵的声音后 整个人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那又怎样 依依是我老婆 燕一涵的声音反倒沉稳了下来 依依以前每天给你客桌里塞巧克力的就是她 她肯定是极度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才整出这些离间我们感情的 我有些诧异地看着燕一涵 没想到那些巧克力会是她放的 高中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的桌洞里每天都会出现一盒巧克力 我问过班上所有人 没有任何人回答 对 我唯独没有问过燕一涵 我和她是多年的死对头 自我意识里就是觉得不可能是她 在问到她时就自动跳过了 一开始 我还以为是其他班其他男生送的 也正好是我最爱吃的牌子 就开开心心地吃了 吃了一个月后 我整整长胖了十斤 从那之后我就将巧克力扔进了垃圾桶 也是从那时起 我的桌洞里再也没有了巧克力 我也很想问问燕一涵当时的事 但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 是燕一涵逼你跟白柔柔求婚的 还是叶一涵让你养了多年小雀儿的 据我所知的 你不单单只有白柔柔一个小情人 看在你还是病人的情况下 我不打你 你好自为之 随后我转身看向了站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赵母 伯母 我今天肯来是因为我尊重您 但是也仅此一次 我和赵婷轩也早已退婚了 以后也请您管好您的儿子 不要再来缠着我了 丈母在一旁连连点头 她儿子所做知事 她现在完全清楚了 她现在真的是没有脸 再见唐家父母了 我也不想再跟他们废话了 拉着燕一涵走了 这也算是换了赵家最后的情谊了 回到车上后 燕一涵 那巧克力是你送的 她的声音有些沉闷 嗯 原来那些真的是你送的呀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她的声音更低了 怕你知道是我送的后不喜欢 后来你不是知道是我送的后扔掉了吗 我扔掉是因为吃了一个月 我整整胖了十斤 后来真的不敢吃了 燕一涵眼神闪了一下 不敢相信竟是这样的理由 燕一涵 你喜欢我多久了 十三年了 我算了算 那应该是我们高一那年开始的 那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 燕一涵 一涵是班上最喜欢欺负我的一个 因为想引起你的注意 那时候你的注意力都在赵廷轩身上 我以前确实很喜欢赵廷轩那一挂的 我们办婚礼吧 燕一涵 我想要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婚礼 燕一涵将我搂进怀中 紧紧抱住 好意义 我一定给你一个最好最完美的婚礼 我们为婚礼花费了很多心血 努力完成梦想中的婚礼 在我们的筹备过程中 赵廷轩又开始作妖了 闺蜜楚瑜发了一个直播链接给我 赵廷轩的迷之操作 速看 我点开直播间看到的是一片沙滩 沙滩上还摆放着我喜欢的各种花 还有气球 花露的尽头是一道花拱门 经过一个月 赵廷轩身上的纱布已经取下来了 只是额头上的疤痕还格外明显 她在镜头下坐着自我感动式的演讲 这是我给易奕准备的婚礼 这也是她梦想中的样子 现在我给她搭建出来了 说到这里 她深情款款地看着镜头 易奕这里你喜欢吗 你喜欢闪耀的钻石 现在我已经为你找到最大最闪的黄钻了 这是我用她做的戒指 你看好看吗 易奕能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吗 这一次我一定好好对你 看着这一幕我沉默了 我没想到她能如此神经 真是太丢人了 而且谁告诉她我喜欢沙滩婚礼的 我小时候腻过水 最讨厌的就是海边 我拿出手机给赵廷轩拨打了电话 赵廷轩妙接 还能通过直播看到她激动的表情 易奕 你给我打电话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赵廷轩 你是不是有病啊 丢不丢人 都说了我结婚了 别再缠着我了 而且谁告诉你了我喜欢沙滩婚礼了 我最讨厌的就是海边 至于那钻戒 我老公自己会给我赵廷轩听到 我最讨厌的就是海边后手里的钻戒盒子从手中脱落 黄钻也被沙土淹没住了光彩 一 你明明不是最喜欢海边了吗 我冷笑 喜欢海边的是你的小情人白柔柔 可不是 我直播弹幕瞬间达到了顶峰 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那这可太贱了 先不说女主角结婚了 就是说连喜欢的行事都继承小三的搞笑乐妻衣食爽追妻火葬场 现在追都追不回来了吧 燕一涵接过了我手中的电话 赵总 下个星期是我和易奕的婚礼 欢迎来观礼 我们易奕在爱的是粉钻 我当然会为她找到最大最好的粉钻 不劳赵总费心了 随后 燕一涵就挂断了电话 退出了直播间 她靠在我身上呢喃着 看来得给她找点事做了 可不能让她毁了我们的婚礼 第二天 赵氏集团的丑闻就被爆了出来 市值狂掉几个亿 还在连续下跌 现在 她是真的没有空再打扰我们了 婚礼那天很快就到了 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 圈子里的朋友们都来了 婚礼是我梦想中的草坪婚礼 婚纱是烟一涵 专门找了国际设计师加工加点完成的 婚纱上镶嵌了上千颗碎钻 头上的皇冠也是上世纪的古董 她也兑现了 她要为我寻找最大最好的粉钻的承诺 秦堂两家正式绑定在了一起 婚礼散场后 穆聪在后台等我 苏义 这是赵哥让我给你的 他说 这是他最后能给你的东西了 他将一个戒指盒递给了我 赵氏集团在这一段时间内股市迅速蒸发 现在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了 他的东西没必要给我 我也不想要 穆聪松了一口气 你不要也好 赵氏集团的事情你也知道 赵哥到最后也不肯卖了 他要是溢溢我们回家 燕一涵背着光向我招手 招手来了 我要奔赴我新一段的旅程了 故事二 我喜欢他十年了 可是我把他送进监狱了 无期徒刑 今天他出狱了 他来找我了 我该怎么办 我拿着手机正在跟男朋友姜杰商议婚礼的事 五年过去 我想我已经完全忘记过去 重新开始生活 也就谈了恋爱 姜杰 我看了吉日 婚礼就定七月七号 怎么样 我刚想回复 可是弹窗出来了一条信息 仿如噩梦一样 小暖暖 我出狱了 你送我进监狱的 你怎么能不来接我出狱呢 一个称呼吓得我脸色苍白 手机都掉在地上 小暖暖是他对我爱的昵称 曾经是爱 如今却是噩梦 我不知道为什么深深相爱的两个人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我不后悔 五年前 我把爱入骨髓的男人送进了监狱 当时他就平静地看着我 小暖暖 我会出来的 你要等我呀 没有很大的声陷起伏 可我觉得脖子发凉 我害怕 但是我又故作坚定 没关系的 他被判无期徒刑 他永远没有出狱的可能 可是才五年过去 他出狱了 他可能要报复我了 冰咚门铃声让我回神 我起身习惯性地从猫眼看一下门外 只一眼看着那张帅气却疲惫的脸 那一双音质射人的眼睛直盯着我看 这吓得我差点尖叫 浑身冷汗 是他 他真的出狱了 还找上门来了 我该怎么办 我又从猫眼往外看 外面空空一个人影都没有 好像一切都是我的幻觉 可我不敢开门确认 我给男朋友打了电话 他很快就过来了 暖暖没事了 我在呢 别怕呀 我被姜杰抱在怀里 轻轻拍着我的背 温柔地安抚着我 可我还是瑟瑟发抖 双目依旧盯着门口 像是看到前男友站在门口 一阴侧侧地看着我 随时会把我拉进地狱深渊 姜杰问我暖暖 他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我觉得前男友是可怕的 却又觉得不应该怕他的 他是杀人犯 我闭上了眼睛 想到那天的事情 又控制不住地发抖 我亲眼看到他杀人 我出席作证 他杀人了 是我把他送进了监狱 他会报复我的 或许他会杀了我 前男友从来都不是一个善茬 可能我说的话太过害人 姜杰拍我背的手慢了半拍 又拍得更轻了 杀人犯啊 这么快就出来的吗 是不是你看错了 杀人犯另有其人啊 我摇头 不会的 我看到了他 想到那天的事情 我就害怕地发抖 姜杰赶紧安抚我 害怕就不想了 以后再也不提了 因为我太害怕了 姜杰留下来陪我 他睡地板 我睡床 其实除了前男友 我很抗拒跟别人的亲密触碰 所以就算跟姜杰恋爱一年 我们除了拥抱 牵手 纹脸颊 没有做过其他亲密的事 姜杰牵着我放在床边的手睡吧 我在这陪着你 我盖好被子 闭上眼睛 却依旧能感觉到姜杰凝视着我的视线 我想 或许那是他的深情 那是他的担心 但我依旧不安 依旧恐惧 我想 今晚我会做噩梦 回到那一场凶杀案 我没有做噩梦 反而梦到了跟前男友的初始 我从小就乖巧听妈妈的话 妈妈说不要跟学习差的人玩 我也照做 也不知道怎么招惹到了沈和轩 前男友的名字一听就很和气 可他一点做人都不和气 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惹着他 又一次回家路上被他堵在巷子里 被他逼着喊哥哥 我拒绝他妈妈不让我跟学习差的人玩 他当时就气笑了 气笑的夕阳就在他的身后 阳光细碎地落在他身上 有点朦胧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的帅 就匹帅匹帅地 像年轻时候的陈冠希 然后月考的时候 我又一次被他堵在巷子里 他左手拿着成绩单 嘴上叼着烟 将烟雾吐到我脸上 这下可以叫哥哥了吧 年段前时 考得比我还厉害 可我被呛得直咳嗽 依旧拒绝 我妈说不能跟抽烟的人玩 她又笑了 但我觉得她气得想打我妈 我醒来的时候 依旧为这段过往而甜蜜悸动 看到睡在地上守着我的姜杰 我为这份悸动感到羞耻 吃饭的时候 我将考虑了一早上的决定说出来 姜杰 我们分手吧 姜杰 下周我们要订婚了 请帖都发出去了 婚期我也发朋友圈了 可是姜杰 看我温柔地跟我笑 暖暖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最终 姜杰没同意分手 从一开始 她就知道我对沈和轩的感情 又怕又爱 终身难忘 可她不介意窃而不舍 只让我给她一个机会 它是我那段黑暗里的阳光 我搜了沈和轩杀人案件 并没有她无罪释放的通告 所以我也不知道沈和轩为什么从无期徒刑却突然出狱的原因 我也问了她最好的朋友 沈和轩出狱了 你知道吗? 她讽刺我你亲手给她定的杀人罪 无期徒刑 现在怎么出狱? 你逗我 我看到她了 那是你做假账 你该遭的报应 我问了一圈 没有人知道沈和轩出狱了 那条短信像是别人恶作剧一样 那猫眼里的一贴像是我的幻觉一样 我想拨打那个号码 亲耳听听是不是她的声音 但我没那个勇气 我确定沈和轩出狱了 没有她的消息 我却始终感觉到有人在黑暗里注视着我 不是很频繁 却让我觉得这个眼神无处不在 她在跟踪我 我以为她会一直躲在暗处不出来 可在我和江杰的订婚宴 我看到了她 她站在宴厅门口 穿着西装 戴着黑色帽子 然后看着我 在我震惊恐惧的眼神下 她摘下了帽子 对我做了一个优雅绅士的歧视礼 这是我们恋爱时的幼稚约定 如果以后我嫁的人不是她 她就来用这种方式抢婚 公主殿下 我来接你了 跟我走吧 以前是幸福甜蜜的 但现在却是致命 江杰见我迟迟没反应 就顺着我的目光 也看到了沈和轩 沈和轩看着江杰 然后竖着大拇指 从脖子上滑了过去 这是挑衅 这是警告 这是威胁 我看得脸色发白 穿着礼服的身体微微发抖 江杰轻轻地把我抱在怀里 别怕 没事的 这里人多 她不会做什么的 沈和轩确实没有出手 但也没有离开 就那样坦然地在角落里吃喜 看着我跟江杰完成了订婚礼 可我如真盲在背一样 在江杰要亲吻我嘴角的时候 我是本能地抗拒 余光看向沈和轩 江杰没有抢求 只是十分珍惜地亲吻我的脸颊 然后就放开了 订婚礼完成 我坐在妈妈身边 妈妈问我 暖暖 我刚才好像看到沈和轩了 你看到了吗 我下意识地看向了角落 没有看到沈和轩的身影 她走了 我没有回答妈妈的话 妈妈却是自己说了起来 沈和轩可是杀人犯 没那么快出来的 妈妈又庆幸起来 你当初指证她 我还真怕她出来报复你 幸好你现在有了阿杰 以后我也就放心了 我抬头看着在敬酒的江节 却不觉得任何安心 反而越来越不安 或许我是真的怕沈和轩的报复 我坐了一会儿 只觉得满厅的欢声笑语与我格格不入 十分烦闷 我坐不住 借口去卫生间 离开了宴会厅 没走一会儿 就被人从身后捂住嘴巴 拉进了一个包厢里 恐惧从脚底蔓延到头顶 使沈和轩捂住我嘴巴的手放开了 接着就是带着薄荷味的气息 凑近了我的唇瓣 她想闻我 我感到恐惧地站立着身体 别碰我 我想我的声音是带着尖锐的恐惧 黑暗里 我看不到沈和轩的脸 我只知道 她的唇瓣 离我的唇 不到一厘米的距离 我都不敢害怕地抖嘴唇 不然轻轻一抖 我们的唇 肯定会触碰在一起 黑暗里 我能感受到 她的目光盯着我看 在打量着我 过了很久 可能也只是一会儿 她才开口 起暖叫哥哥 这场景 让我习惯性地开口 我妈说她打断 我叫哥哥不碰你 我害怕选择妥协的片头轻喊哥哥 我的肩膀上一重紧握 都是沈和轩的呼吸 明明什么都没看见 明明什么都没说 我似乎却感受到了她的克制 什么克制不碰我 还是克制不杀我 我能清晰地闻到 她呼吸出来的薄荷味 我忍不住地说 你抽烟了 那年我说不跟抽烟的人完 她就在我的面前戒烟了 每次抽完烟要见我的时候 她会刷牙 会吃薄荷糖 直到身上没有烟味 沈和轩笑了 你还记得我 说完就后悔了 我不该说这些的 我还想离开 可我知道沈和轩不会让我离开 她还是把下河抵在我的肩膀 小暖暖 你记得这些 你怎么就亲手把我送进监狱了呢 如果可以 我不会送她进监狱的 毕竟她是我喜欢了我十年的人 可她是杀人犯 她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的上司 杀了追求我的男人 一刀又一刀 鲜血飞溅 那温热的血还滴在的我脸上 至今我依旧不敢淋浴 小暖暖 你亲手送我进去的 你应该亲自去接我的 我等了你一天 她声音原本是清朗的 可多年过去 声音变得低沉暗雅 涂增了男人的魅力 小暖暖 不是说好让你等我的 你怎么不等我还要嫁给别人 黑暗里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情绪 只是心口酸涩的难受 沈和轩 你是杀人犯 我没做错的 沈和轩 你杀过人的 沈和轩 你现在是要杀我吗 我带着复杂的情绪 带着颤音说出了这些话 我没等到沈和轩说话 门就被打开了 漆黑的包厢瞬间就有了光亮 我被沈和轩堵在墙壁抱在怀里 他下河抵在我肩膀上 这亲密的一幕落在了江杰的眼里 像是被捉奸了一样 我无地自容 但真实情况比我想得要好一点 甚至还要和谐 可是有点诡异 我们三个人坐在包厢里 我看着沈和轩跟江杰自我介绍 江杰 你好 我是齐暖的未婚夫沈和轩 我是小暖暖的前男友 也是他的初恋 江杰温和有礼地点头 我听说过你 他们明明都很礼貌客气 可我却觉得剑拔弩张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我打量起了沈和轩 一如既往的帅气 只是褪去了稚嫩青涩 成熟 沧桑了很多 刚从监狱出来 冒出了些头发 成了寸头 没了以前那刘海 遮嘴眼的非主流发型 反而更加帅气 也多了硬汉的魅力 可同样的 他也被磨去了少年时的骄傲 张狂 锐气 可能我打量的目光太过明显 沈和轩看了过来 然后又笑了 他在我面前总是很喜欢笑的 捉弄的 调戏的 开心的 幸福的都有 江杰看到了 他可能觉得不舒服 提起了 就是我听暖暖说 你杀人坐牢了 无期徒刑 你才做了五年 怎么就出来了 我害怕地僵直了背脊 伸手拉了拉江杰的袖子 阿杰 我还记得 刚才沈和轩对江杰 做出那抹脖子的动作 沈和轩是真的会杀人 沈和轩瞥了眼我的小动作 然后笑了 我抬头正好看到他这个笑容 就觉得笑容里有点悲伤 沈和轩拿出了烟 想要点烟 看了我一眼就收起来了 他玩着打火机 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了 而且国家还赔偿我一百万 咔嚓一声 他按下打火机 火光照耀着他的脸 沈和轩就透过那火光悠悠地看着我 小暖暖 我救了你 你却指证我杀人 我感觉那火蛇像是灼烧我的喉咙一样 让我说不出话来 沈和轩说 我是被你冤枉的 做了五年的冤狱 小暖暖 你觉得我该轻易放过你吗 我很激动地站起来 不可能 我亲眼看见的 你杀了他 你还说过我跟谁在一起你就要杀了谁 沈和轩 我没有冤枉你 若不是亲眼所见 我怎么可能冤枉沈和轩呢 他是我曾经那样挚爱的人 我不愿意相信他会杀人 可是我亲眼所见 他也曾扬言我跟谁在一起 他就杀了谁 证据充足 又有杀人动机 即使这样 我还是险些做假供词 只是良心难安 终究还是指认他犯罪 可能打火机过热 烫了沈和轩的手 他松手 又甩了甩手 他一字一顿地说 可是我现在无罪释放 国家赔偿了凶手 另有其人 我无言以对地看着沈和轩 自然没有注意到江洁的会暗不明的神情 沈和轩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小暖暖 你好好想当年的事情 想想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杀人犯 订婚礼上 沈和轩最后一句话就像是魔咒一样 一直缠绕着我的男朋友 是不是杀人犯 我亲眼所见 他当然是杀人犯 可是沈和轩被无罪释放了 还有国家赔偿 就证明他没有杀人 那是我做假证了 沈和轩 沈和轩无罪出狱的 是到底没有瞒住所有人 为什么用瞒 因为我觉得沈和轩瞒住了 要不然大家怎么过了一个月 才来申讨我做假证害了沈和轩 齐暖 你怎么可以做假证害了沈和轩的五年的监狱生活 你觉得一百万够了吗 人生有多少五年 齐暖 你会遭报应的 你做假证 让沈和轩坐牢 放真凶在外逍遥 你就不怕夜夜做噩梦吗 齐暖 你不爱就不爱 你为什么要毁掉他 这是沈和轩前女友蓝毕到我公司闹了一通说的话 同事们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好像我真的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 我被领导请到办公室 我无力地解释我没有做假证 解释没用 领导说我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让我先放假休息休息 可能我的报应真的来了 我开始夜夜做噩梦 回到那一场凶杀案 想起了一些断层的记忆 那一年晚上十一点 我给老板柯飞宇送紧急资料 去了后 我喝了一瓶水 我就昏昏沉沉地躺在沙发上 感觉整个世界都在颠倒 很多虚影 有人趴在我的身上 很重 压得我难受 想吐 是柯飞宇 我在拼命挣扎 手好像抓伤了他 我被用力地打了一巴掌 耳鸣目眩 更晕了我身上的衣服被撕开了 我哭着喊不要 然后门被踹开了 压在我身上的人被揍翻了 暖暖 是沈和轩来了 后来我看到沈和轩把柯飞宇压到我面前 让他面向着我跪下 他躲在柯飞宇的后面 然后拿着水果刀 一刀又一刀地捅进柯飞宇的肚子里 很用力 每捅一刀都说一句话 你怎么敢碰他 你碰了他就要向他赎罪 你知不知道他刀子拔出来的时候 温热的鲜血滴在我的脸上 我的眼睛上 我迷糊地睁开眼 隐约地看到这一幕 血红的阿萱 不 不要 我跟他对视了 那是一双充满恨意的双眼 他 他要杀了我 暖暖 我猛地睁开双眼 对上了疆节 担忧凝视着我的双眼 一刹那 我惊恐地往后退缩着 紧紧地裹着被子 惊恐地看着姜杰 姜杰坐在床上 担忧地看着我 暖暖 别怕 是我 他的声音很温和 很和煦 让人不自觉地就对他亲近 我盯着姜杰看了一会儿 才慢慢地回神 想到我刚才对他的恐惧 就觉得很愧疚 我歉意地说抱歉 姜杰很熟练地给我倒了热水 让我喝下 喝完水我渐渐热起来 才感觉到活过来一样 姜杰这才问我 又做噩梦了 我捧着水杯 纵使有些烫手 可还是不愿意放手 那年的凶杀案 姜杰伸手温柔帮我的碎法挽到了耳后 这么多年 你都没跟我说过那年的事 要不跟我说说 我捧着水杯沉没 我不愿提 不仅因为亲眼目睹了杀人过程 也因为凶手是沈和轩 那是我曾挚爱的人 姜杰 你说出来我帮你捋捋 兴许能发现新的线索 沈和轩既然不是凶手 那真凶逍遥法外 他会不会盯上你 姜杰捧着我的脸 深情又担忧地看着我 暖暖 我担心你的安危 你想想沈和轩 他虽然无罪释放 可只要一日不抓到真凶 他依旧有嫌疑 他提到了沈和轩 这句话终于说动了我 我我好像被强强坚过 姜杰疑惑 看我好像因为我不确定 我是这几天才慢慢想起来的 亲眼目睹凶杀过程 我在深度恐惧下 遗忘了一些细节 之前我只清楚记得 我是给柯飞宇送文件了 然后有点晕 然后就看到沈和轩杀了柯飞宇 当年我做证人的时候 说的也是这些话 我还记得当年我站在法庭的证人席上 在沈和轩的目光下斩钉截铁地说 我亲眼看到沈和轩杀了柯飞宇 由此 沈和轩当庭被判无期徒刑 当时他就平静地看着我 小暖暖 我会出来的 你要等我呀 想到这些我就头疼 我痛苦地双手抱头 阿杰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说他救了我 却亲手指挣他杀人了 原来那天沈和轩是去救我 而不是故意杀人的 他只是为了救我 失手杀了柯飞宇 而我这么多年 却一直都误认为他是战有欲作祟 杀了柯飞宇 我错怪了他 我冤枉了他 姜杰问我 那他真的杀人了吗 你亲眼看到他杀人了吗 我点头 我看到了 就是他 他当时杀人的样子很可怕 我还跟他对视了 他的眼睛像恶狼一样 直勾勾地盯着我看 就想我激动地抓着姜杰的胳膊 激动地抬头看他 对上了他的眼睛 我即将脱口而出的话 戛然而止 就像阿杰的眼睛一样 这个想法让我睁大双眼 猛地推开姜杰 整个人往后退着 结果退猛了 整个人栽床底下去了 暖暖 姜杰快速过来要扶我 我却是害怕地直缩在角落里 你别过来 我的反应很大 吓到了姜杰 姜杰没再过来 还温柔地安抚我 没事的 暖暖 你别怕 我在这里 我不会让人碰你的 他不会让人碰我 他也不会碰我 他是真心疼爱我 尊重我的 可这个时候 我却突然感觉到了恐惧 对姜杰深深的恐惧 我突然发现姜杰的眼像极了 凶手的眼 只是姜杰的眼温柔到了极致 小心翼翼地护着我 生怕伤我半分 而那个凶手的眼却是凶狠至极 想要杀了我 我缩在角落里沉默着 脑子里一遍遍地回想着沈和仙的话 小暖暖 你好好想当年的事情 想想你的男朋友是不是杀人犯 或许沈和仙口中的男朋友不是他 而是姜杰 这个想法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 我不敢再看姜杰的眼 也不敢抬头 只是像只受惊的小猫 缩在角落 埋头在膝盖 试图把自己藏起来 我却是一遍遍地回想跟姜杰的细节 我是在公交车上认识的姜杰 当时我在车上被性骚扰了 可能因为那一段过往 我很恐惧 恐惧到失声 浑身僵硬 没有做出反抗 是姜杰帮了我 她很自然地走过来 跟那个人说结果 然后就用高大的身躯 将我挡在她的面前 很绅士 给我足够的空间 又保护了我 然后发现 我们同一站下车 住在同一个小区 我们就经常偶遇 不是出门 就是下班回来 再不然 就是跑步的时候 渐渐地两人熟了 她开始追我 那段时间 我陷入黑暗中 是她陪伴了我 陪着我走过来的 她从来不问我的过去 一向尊重我 守护我一个人好不好是能感受出来的 我想吃成东的烤鸭 她会开车一个小时去买 我在公司加班 哪怕到一两点她也会在楼下等我 我们要是吵架了也是她先服软 她总会说暖暖别丢下我 这些或许能伪装 可是很多细节不会 我捡筷子的时候 她会自然地伸手挡住桌脚 我们走路的时候 她总是让我走内侧 有次她猛刹车 第一时间 却是伸手挡我的额头 避免我惯性冲撞 姜杰对我每一个细节 都是那么温柔 那么小心翼翼地守护 我怎么能因为一双眼睛 就怀疑她呢 世上哪有这样巧合的事 对吧 想清楚了也就没那么恐惧了 我缓缓抬头看着姜杰 姜杰报夕坐在我对面 她担忧地看着我 一双眼真是温柔 不见半点凶狠 天亮了 她陪着我做了一夜 无声地守了我一夜 我很抱歉 昨晚对不起 突然想起来 我反应有点大 姜杰看我愿意说话 脸上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她赶紧说 没关系 我理解的 你不怕我就好了 阿杰 你会嫌弃我吗 姜杰回答得很快 不会的 我永远都不会嫌弃你 真的 可是我很脏 姜杰激动地直接扑过来 有些跪着扑过来 这个动作吓得我抱紧自己往后躲着 惊恐地看着姜杰 姜杰及时地停住 就跪在我三步之外 她着急地说 你不脏 一点都不脏的 是那个人真的一点都不脏 你很干净的 我还是爱你的 我们会好好的 我们要结婚了呀 相信我 你很干净 真的 我看着姜杰的眼睛依旧温柔 只是多了恐慌 多了恳求 多了小心翼翼 像是害怕她 只要说错一个字 我就会做出什么事来一样 眼睛是不会骗人的 她对我是真的好 我想是这样的 我还是会做噩梦 梦见最多的 就是那一双血雾之后的眼睛 我几次观察姜杰的眼睛 都发现两人的眼神 根本对不上 但我依旧坠坠不安 像是一根刺 突然扎在了我的喉咙口 不拔出来 就永远不舒服 姜妈妈催我们去领结婚证 说我们都老大不小了 订婚礼也办了 可以先领证 反正七月七号也快了 姜杰都会挡回去 妈 我们要先办婚礼再领证的 姜妈妈看了我一眼 说 暖暖 我听说你前男友姜杰打断了他 给他使眼色 终究是没再提我前男友的事 回家后 姜杰询问我 暖暖 我们把婚期提前吧 为什么呀 我等不及了 也没等我回答 姜杰就自己说 算了 改了婚期 还是一样的 阿杰 你最近怎么有点怪怪的 姜杰最近是很奇怪 陪着我的时间更多了 总是凝视着我 一看就能看很久 当然 对我也就更加小心翼翼 生怕惹到我 姜杰开玩笑地回答我 婚前焦虑症 我笑了笑 却因为姜杰最近的古怪 把压下去的猜疑又冒了出来 这一次 我没有继续压制 而是主动找上了当年的办案徐警官 从他那里 我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 你说柯飞宇的官被割了 我听闻这个消息很是震惊 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 徐警官点头 这是一种泄恨的行为 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 既然你想起来一些事 那我希望你再好好想想 重新配合警方调查 还没结案 是不能往外说细节的 可我跟徐警官说了 我可能被强健了 想起一些事情 徐警官这才跟我说了这个细节 徐警官也跟我说了 我没有被强健 因为沈和轩来得及时救了我 我问沈和轩为什么无罪释放了 可是徐警官也只跟我说 这些年沈和轩一直上诉 他的父母 还有他的前女友一直在为他奔波 终于为他申冤 证据链不足无罪释放 那我是做了假证 冤枉他了 可我明明看见了呀 也不是 主要你是唯一的目击证人 可你又出现记忆断层了 可能忽略了一些细节 你好好想想 或许找心理医生克服恐惧 兴许就想起来了 跟徐警官见完面 我就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 我感觉到有人跟踪我 不用想也是沈和轩 自从他出狱之后总是跟踪我 有的时候 很明显 我一眼就能看到他 有时候 只是感觉有人跟踪 回头一看人没了 倒是兰必来公司 闹过一次之后 沈和轩找了我就没有那样频繁跟踪 沈和轩也去公司找了我领导 然后 我就又去上班了 晚上回家 我跟姜杰说了 沈和轩又跟踪我的事 姜杰却是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暖暖 你是不是很爱沈和轩 阿杰 你是不是还爱着他 我不知道怎么说 但沈和轩在我人生里的意义 是真的不一样 那是少年时轰轰烈烈爱过的人 那是为了救我 却也因我背上了杀人罪名 做了五年冤狱的人 我终归是欠了他的 姜杰问我 如果真凶落网 你跟他还会在一起吗 这次我坚定地摇头 不会 爱过也是真的恨过 我给沈和轩再无一起的可能 我积极地看心理医生 想要找回那段记忆 可是很渺然 几次之后 总是没有结果 只是能够想起来 我喝了柯飞雨给我的水昏迷过去 再到凶手杀人那一幕 最后记忆都只会定格在血雾后面那一双嗜血杀人的眼睛 这一次 我有了新发现 我醒来之后就说有水声 心理医生跟我说 外面下雨了 在我催眠的时候 外面打雷了 下雨了 心理医生不建议我总是来催眠回忆过去 这对我的精神很不好 我没有多说 只说再见 就打车回去了 今天雨很大 我靠着车窗 听着雨珠打在玻璃上的声音 不一样的水声不一样 我在小区门口就下车了 我没有带雨伞 保安要给我雨伞 我拒绝了 我淋着雨慢慢地走回家 分辨水声和雨声的区别 回家后 我开了花洒放水 又准备去拿衣服 电话响了 没有备注 但看号码 我知道是沈和轩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了电话 我才接起电话 沈和轩的声音就很着急 其暖 你在哪里 在家吗 你不是跟踪我吗 你还问我你先离开家 我认真听着身后花洒放水的声音 没听清沈和轩说什么 转身去开了窗户 让雨水打进来 这就是水声和雨水的区别 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 沈和轩 我想起来了 那天我听到了淋浴的声音 在凶手杀人的时候 有人在卫生间淋浴 我太过兴奋 没有听到有人开锁的声音 我也终于听到了沈和轩说的话 柯飞宇是强俭惯犯 柯飞宇枪奸过的罗孟婷 是江洁的前女友 她死了 江洁可能就是凶手 我震惊地重复着沈和轩的话 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江洁的声音 暖暖 我缓缓转过身 湿漉漉的头发 有些贴在额头 水珠滚落在睫毛上 我眨了眨眼睛 视线模糊了 我看着江洁站在门口 穿着黑色的衣服 悠悠地看着我 眼里有恐慌 一如当年我眼睛沾了血珠 视线模糊看到杀人犯的那双眼睛一样 江洁就是杀人凶手杰 江洁朝我走过来 笑得很温柔 可是却吓得我一个抖索 手机从手中滑落 我听到沈和轩着急的喊声 然后看着江洁捡起我的手机 挂断了我的电话 暖暖 还是被你发现了 江洁暂时没杀我 但也没让我继续在家里 他带我去了罗梦廷的墓地 他带了一束玫瑰花放在墓碑前 我也看到了罗梦廷的遗照 笑容甜美 看着就是很乖巧的一个女孩 我们有些相似 江洁跟我说了他和罗梦廷的故事 他们高考后就在一起了 他说罗梦廷很保守 不到结婚绝部最后一步 他们约定了婚期是七月期 他很尊重他 最亲密的事就是亲亲抱抱 他们很幸福 他们憧憬着未来 可是一次 罗梦廷在坚持的时候遇到了柯飞雨 他被柯飞雨强奸了 他父母嫌他丢人 不愿意报警 说他敢闹 就让他去死 江洁看着罗梦廷的遗照 他问我是不是嫌弃 他问我是不是觉得他脏了 我没有嫌弃的 我不觉得他脏 我只是在回答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我只是在他要跟我做的时候拒绝了他 可就是因为江洁的犹豫 江洁的拒绝 罗梦廷自杀了 从高楼一跃而下 死在了江洁的面前 但就算他自杀了 他的父母也依旧怕他的事被曝光 丢了脸而选择隐瞒 柯飞雨依旧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 江洁心里种下了仇恨 找到了柯飞雨 又策划着如何杀他报仇 而五年前的那天 正好给了他机会 他杀了柯飞雨 江洁说我要让他跟婷婷忏悔 要他跟婷婷赎罪 所以我把他压在你面前 让他跪下 我杀了他 他突然看着我 可是我没想到你醒了过来 你看到了我 他虽然盯着我看 可我感觉不到他的杀意 我问他 你为什么没杀我 是来不及 因为沈和轩跟柯飞雨打架的时候 不小心把刀插进了他的肚子 身上沾了血 他以为杀人了 那个时候 他也还是个少年 也会害怕他去浴室洗澡 洗衣服上的血迹 江洁就是在这个时间杀了柯飞雨 而我看到的人是江洁 因为记忆错层 血珠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把身形相似的江洁错认成了沈和轩 所以 你是故意接近我的 是等着我认出你了 就杀了我吗 江洁没有否认 他杀了人 也害怕坐牢 知道我是唯一的证人 哪怕沈和轩已经坐牢了 却还是怕我想起来 所以江洁故意接近我 想要试探我 然后发现我根本就不认得他 也丝毫不提那一场凶杀案 江洁说了很多 他看着我温柔地笑 暖暖 你跟他很像的 我没有保护好他 可我得护着你 你别怕我 我不会杀你的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江洁小心翼翼地守护我了 还有上次我问他是不是嫌我脏的时候 他反应为什么这么激动了 他怕我成为第二个罗孟婷 他才回答得毫不犹豫 江洁没有杀我 说完事情之后 我们就站在罗孟婷的墓前 然后沈和轩和许警官来了 沈和轩惊慌地把我拉进怀里 后退着 紧紧地抱着我 他是害怕的 又庆幸我还活着 江洁被抓了 临走之时 他跟我道歉 暖暖 对不起 他也跟沈和轩道歉了 还说 如果我当年自首的话就好了 沈和轩只是把我护在怀里 没有接受江洁的道歉 我又一次地站在了证人席上 在法官问我的时候 我看着在被告席的江洁 他温柔地笑看着我 我又看着在陪审团里的沈和轩 我又一次指证我的男友是杀人犯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被逼醒的时候 我看了眼时间 凌晨一点半 怕吵醒熟睡的老公 我的动作很轻 上完厕所出来发现高三的儿子房间灯还亮着 怎么这么晚还在学习 我有些心疼孩子 学习压力大 平常也努力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去厨房轻手轻脚热了杯牛奶 想要把它端给儿子喝 走到门口才刚刚拉开一条门缝 就听到儿子的怒骂声 这些腿罩还不能卖五百 你特么到底要什么样的 什么更炸裂的 草 你等着 明天我妈洗澡的时候 我给你拍 我难以置信 将立在了原地 腿像是备注 牵了一般笨重 我听着我那品学兼优的儿子满口下流话 扬言拍我的隐私照卖钱 手上的热牛奶变冷 我终于挪动着腿回到了主卧 泪不自觉流下 又悲哀又愤怒 却又怕误会冤枉了儿子 心里密密麻麻的酸涩 像是被针扎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 儿子惯常给了我一个拥抱 吃着早餐的嘴很甜 谢谢妈妈 我看着乖巧的她 心情复杂 忍不住想起昨天晚上的话 我还是难以置信 我的儿子会做出那种事情 好不容易等到儿子去上学 老公亲密贴着我 这是怎么了 愁眉苦脸的 我勉强笑笑 老公 我怀疑儿子跟人学坏了 老公拍我的头 憨厚温柔 怎么会呢 他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儿子什么品行你还不知道 我点头 儿子向来很乖 街坊邻居见着没有不夸的 从小到大都是我的骄傲 没准可能昨天太晚我听差了 误会了呢 老公上班去了 家里只剩下我和女儿两个人 将女儿哄去儿童房完 我还是忍不住推开儿子房间的门 电脑密码很容易就猜得出来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一个密码 打开电脑后 我查看微信 企鹅很多联系方式 发现并没有那些我想的东西 我松了一口气 同时有些愧疚 儿子这么好 我居然还这么想坏 怀疑她 这可真是不称职的妈妈 就在我要关闭电脑的时候 电脑弹窗弹出一个消息通知 靠 你妈可真带感 一点都不像快四十岁的女人 四百块 今天我还要 这次要视频 我如坠冰呼是一个叫做心爱的软件 被藏在一个大文件夹的深处 上面有密码 我试探书着儿子的生日 成功登陆了进去 密密麻麻的消息 红点置顶的群聊 轻松刷起九九家 我抖着双手点开消息 全是儿子把我的隐私照发给他人卖钱的交易 已婚妇女的腿照 黑丝蜜腿二百打包 这是我上次和老公顽情去时穿的 火辣身材 哪有角度隐私部位包你满意 四百拿走 这是从我裙子底下向上拍的视角 浴室诱惑 浴营还遮 高清视频五百送给你 这是我家浴室内的角度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照片 有他女同学的 有他女朋友的 甚至还有他女老师的 置顶群聊里面的内容更加不堪入目 全都是这种下流信息 我眼前发黑 几乎就要昏倒 双腿疲软 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那三好学生的儿子就是个畜生不如的狗东西 我哭着给老公打电话 老公你快回来 我们儿子简直是个禽兽 老公听着我的哭喊 匆匆赶了回来 我扑到他的怀里哭 老公忙问 怎么了 怎么了 这是 五岁的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扯着我的裙子一起哭 老公手忙脚乱地安慰我们两个 我强撑着精神将他带到儿子的房间 给他看电脑中那些不堪入目的信息 老公面色俱变 我上气不接下气 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学坏了 这简直就是畜生 老公拍拍我 真是太过分了 老婆 这件事情交给我 我来处理好吗 他认真看着我 我靠着他可靠的肩膀点头 我实在没有勇气去接受这种打击 我悲痛说 我叫了专业人士来 儿子 这些照片不像是自己拍的 家里可能有监控 我看着老公 你说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明明是一个好孩子 老公却有些沉默 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顾着伤心 每想起一句儿子电脑中的话 我就心痛一份 窒息一般喘不过气 没有注意老公不同寻常的反应 专业人士来得很快 随后发现 不仅仅是在客厅 浴室中 厨房里 甚至于家具低处都装满了微型监控 甚至有的地点装了不止一个 最后 他们要进主卧搜索 老公面色不好看 他们将家里翻得够乱了 主卧有我儿子不敢装的 我坚持泪止不住留 老公儿子就是个变态 我们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的 最后 专业人士在主卧也搜出了几个监控角度很刁钻 却能清晰照射出床上人的情态 死了的心更死了 是不是每一个我和老公亲密的时候 都有一双眼睛兴奋的窥伺 选取最刺激的片段 想着如何牟利 我几乎要昏倒了 老公抱住我 我紧我的手 老婆 你别再想这件事情了 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的 我摇头 老公 这侵害得不止我一个人的权益 我要报警 这种儿子不要也罢 妈 不要啊 我错了 妈求你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跪在我面前磕头 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跪在我面前 磕头力气很大 额头很快红了 老公让那些专业人士离开 回头狠狠扇了儿子一巴掌 养你这么大 你就是这样 对你们的 你的良心 你的底线 还不快点和你妈妈道歉 儿子被扇的脸瞬间红肿 嘴边溢出血丝 他捂着脸抱着我的腿哭 妈 对不起 我错了 求你不要报警啊 我马上就要高考上大学了 这样会毁了我的一辈子的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骄傲吗 我会好好学习 考个好大学 不辜负你的期望的 我狠狠扇了他另一张脸 你就算考上了大学 也是人渣 成绩好不代表人品好 这么多年对你的教育 你都当耳旁风了吗 老公扶住我老婆儿子 再怎么说 也是我们的亲骨肉 还只是个孩子 做得再不对 那也是那些教唆他的人的错 我会处理好 将他们绳之以法的 我们给儿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儿子猛点头 抱住我的腿 妈 是啊 你不是最爱我吗 求你给我改过的机会 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我会配合爸爸的 我闭上眼 心思莫大于哀 儿子见我不说话 咬咬牙 猛地朝桌脚撞去 刹那就流了血 妈 你不相信我会改 我用死来证明 我看着地上的鲜血 吓到了老公匆忙扶起儿子 我和他一起把儿子送到了医院 儿子握住我的手 努力说 妈 我真的错了 求你 求你别报警 我才十八岁 我还想读大学 还想以后挣钱 带你们过好日子 我心乱如麻 儿子的血流在手上 刺痛着我的眼睛 老公也劝老婆 儿子这么多年这么乖 只是误入了歧途 他一个小孩子懂什么 我们将那些带坏他的人抓起来 最后 我看着他们父子哀求的眼睛 点了点头 儿子眼睛瞬间亮了 抓着我的手保证 妈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 我会好好读书 成为你的骄傲的 老公义愤填膺说 那些带坏儿子 真应该得到报应 我心里还是很闷闷地痛 不管怎么说 这件事终究让我有了隔阂 很快到了医院 老公带他去检查 好像要办理住院 我去缴费 回来时 电梯维修只能走楼梯 却在楼梯口 见到了刚刚还痛得奄奄一息的儿子和带他检查的老公 老公顶着那张熟悉的憨厚面容骂道 特么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被他发现了 现在监控全拆了 我们怎么拍照片去卖钱 还差点报警了 而刚刚寻死密活自杀 说着要改过自新的儿子嘴里抽着烟 我特么怎么知道 但必 他居然敢随便进我房间查我电脑 草 怎么办啊 我今天还有单子呢 老公皱眉 什么单子 我手上还有些存货 我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看着这一幕 老公突然转头 谁在那里 我死死捂着嘴巴 避免自己控制不住的抽烟声传出去 匆匆跑开 刚刚的那一幕在我脑海中循环上演 明明是三伏天 可我觉得很冷 冷得我颤抖着 几乎要站不住 几十年亲密无间的丈夫 十几年亲近信任的儿子 一招之间全都变成了恶鬼人渣 每当我和老公亲热的时候 他想着的是如何让我摆出好看的姿势 好卖钱 每当我关心儿子的时候 他想着的是如何找出偷拍的角度 获得吸睛的照片 痛 痛不欲生 我蹲在地上 旁边的人来来往往 无人注意到的角落里 一颗心悄悄地死掉了 我抖着手输入号码 几次输错 我删了 重新拨号 听见声音那一瞬间我泪崩 你好 是警察吗 我要报警 我一五一时向警察说清楚了现在的情况 警察很重视 但是不能打草惊蛇 他们需要潜伏一段时间才能将这些隐藏在网络里的阴沟老鼠一网打尽 我默默收拾好自己的情绪 起来的时候 眼前发黑 一阵眩晕 我扶着墙 勾搂着身子 再看时间 已经过去大半个小时了 我挪动着脚步回到病房 老公担心看着我 老婆 你刚刚去哪了 我勉强笑笑去结账了 人多 所以时间久了点 老公观察着我的脸色 儿子就没那么好的定力 急切问 妈 你刚刚有没有去楼道那里啊 我假装疑惑 心脏顿顿的痛 没有电梯 我为什么要走楼梯 好几层楼呢 儿子松了一口气 我敏锐闻到他身上烟的气味 老公摸着我的脸 那老婆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不露痕迹 躲开他的触碰 惨然一笑 任谁发现自己养了十几的儿子 偷拍隐私照片 拿去卖钱 脸色都会不好吧 儿子脸色俱变 拉着我的手 妈 我会改的 你别难过了 我以后一定重新做人 骗子老公也安慰我 是啊 老婆 我们以后还是和美美的一家人 这件事情就当作一个小插曲 我们家照样好好的 都是骗子 我含着泪笑着点头 好 人渣败类 去牢里在一起 和美美能说我记忆力好吗 我居然清晰记得那个群号 趁着他们不在 我打开我许久没用的电脑搜索 心爱这个软件 到处都有它的传说 却到处都没有下载途径 我没有气馁 修改个人信息 变换习惯语气 在网上将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油腻失忆的男人 花钱进了一个同样这样男人的狂欢贴吧 在这里 我成功找到了软件链接给你了 这里面都是好东西 要不是你和我聊的投机 我才不舍得分享 冷调的电脑屏幕映射出我冰冷的面庞 我面无表情打字 那可真是太好了 进去搜索那个群号 熟悉的群聊出现在我的眼前 里面正在狂欢 熟悉的头像正在大放厥词 兄弟们吵得吓死我了 差点被我妈发现了 幸好糊弄过去了 老规矩老规矩 照片五十张 打包二百块 视频五百 保管你满意 是我那口口声声说要改过自新的儿子另一个头像 也不甘示弱 兄弟们 这儿有超长视频 我老婆是学瑜伽的 嘿嘿嘿 各种高难度不在话下 高清五马 欢迎试月 看得上的联系我解锁全版啊 纵使做好了心理准备 点开视频 我还是摇摇欲坠 愤怒与绝望充斥着我的心 浑身颤抖 从凳子上无力摔了下去 太恶心了 恶心至极 我那憨厚温柔 爱我几十年如一日的枕边人才是最大的恶魔 我的泪似乎要流干 模糊我的视线 恨意支撑着我摸索着重新坐回凳子上 抖着双手 加上那个头像 我口口声声说要为我讨回公道的老公 他同意得很快 我打字 请问这个怎么卖 对面回复 老规矩 一千 你可别觉得贵 这些可包含了很多次视频 你喜欢的我都有 而且我还会附赠一些其他的精品照片 私藏的黑兄弟 你会满意的 我毫不犹豫点进他分享的链接付钱 他很快把所有的视频压缩包发给了我 我越看越心惊 越看越恨 这些里面甚至有早期我和他在一起的视频 就是说他自始至终都是披着人皮的畜生 最后他还发了一张照片 朱元玉润 雪敷黑发 赫然是我才刚刚五岁的女儿 嘿嘿嘿 不知道你好不好这口 我老婆好看 她也漂亮 摆出来的照片我看着都心动 脑海中紧绷着的线终于断了 我疯狂打字 木骂 你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 狗东西 他才几岁啊 你这个畜生 你该去死 最后一句话出现了鲜红的感叹号 我生死历劫摔毁这东西 将我和她的婚纱照摔得稀巴烂 在儿童房玩着玩具的女儿被我吓到 跑回来抱住我 妈妈不哭 妈妈怎么了 妈妈不哭 玩具给你 妈妈高兴 我紧紧抱住女儿 泪水打湿了她的衣服 宝宝 对不起 妈妈没有保护好你 都怪妈妈没有早点发现都是妈妈的错 妈妈一定要让那些畜生下地狱 我哭 女儿也哭 最后泪流干了 心千疮百孔 我的神智回来了一点 我搂着女儿心疼擦去她的眼泪 宝宝 妈妈问你 你如实告诉妈妈好不好 女儿点头 妈妈不哭 我什么都告诉你 我咬着牙压抑自己的哽咽声 妈妈不在的时候 爸爸和哥哥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 有没有让你穿奇怪的衣服给你拍照片 女儿思索了很久 最后说没有 怎么可能没有 女儿色缩了一下 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我蹲下来抱着女儿 对不起 妈妈 太激动了 是妈妈不好 宝宝再想一想 有没有穿过黑色的丝袜 这次女儿想得更久了 最后跟我说 妈妈 我上次和爸爸去外面拍照就穿的是那个 爸爸给我换了很多套衣服 说要拍最好看的照片给妈妈看 我抖着双手想起来了 上次我因为有事让她带的女儿去拍的五周岁写真 宝宝 还记得那个时候她要你摆的什么姿势吗 女儿高兴给我演示 我看着她那称得上是搔手弄姿的姿态 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 女儿吓到了 抱住我 妈妈 怎么了 你不高兴了吗 是我做的动作太丑了吗 爸爸说好看 我以为妈妈也会喜欢的 我摇头 没有 宝宝你很美 答应妈妈以后不要做这种动作了好不好 是妈妈没有及时交好你这些知识 悔恨在心中蔓延 我摸着女儿的脸 妈妈 只有你了 宝宝 我们去外婆家住一段日子好不好呀 女儿很乖 点头 只要妈妈能高兴我就去 我把刚刚的聊天截图一张一张发给了警方 保存了所有的证据 销毁了所有的记录 只撕心掠下了女儿那张 我可以丢脸 但女儿不行 她还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 收拾东西的动作很快 我们下午就出现在了我妈妈家 妈妈开门 见到我愣了一下 随后温柔说 乖宝回来了 正好今天做了你爱吃的排骨 快进来看见妈妈 我抽烟 妈 哎呦 这是怎么了 乖宝 妈妈很生气 是不是她让你受委屈了 我这就去给你讨个说法 我摇头 我就想回来 我就是想你们了 很想很想 顾辉打电话问我 怎么突然回去了 我听着她的声音 机遇作呕 但还是和她虚与伪移 就是想家了 过几天回来 不知道是不是心虚 她没有追问 只留下一句 我和儿子在家里等着你 我讽刺一笑 率先挂断了电话 后来几天 我继续在这个群潜水 这些人渣背叛妻女 偷窥邻里 只敢在网络里喘息 松开那丑恶的触角 一个都别想着逃 我将所有人信息都制作成表格 每一个人在群里说出的每句话 都会被视无巨细地记录下来 我忍着恶心和每一个男人聊天 听着他们侃侃而谈 周边的美女竟幻想每一个女人 我把她们丑恶的嘴脸都记录在侧 记录她们在阴暗里的罪行 警察也在努力调查这些人的现实信息 群里的人都是匿名 一个个揪出来需要时间 我握紧双手 再忍一会儿 马上了 马上他们都会付出代价的 群里热火朝天 我的小窗也热闹 嘿 兄弟 我这是和你聊得来才联系你的 听说你也在暗城 是的 怎么了 真不错 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 这周六 嘿嘿 现下来场 我皱眉 忍着恶心 玩什么呀 哈哈哈哈 兄弟 什么别忘了我 我有钱 好勒 我拉你进群 我被拉进了一个小群里面 我发现群主是我那狗东西老公 他发消息 怎么又来一个 信得过吗 拉我进来的人说包的这位兄弟有钱 这句话出来 我发了个大红包 群里人态度瞬间变了 那好 带上兄弟也很好 正好一起 幸好我之前换了一个号 不然现在可就不能继续参与了 他们到底打算做什么 我面无表情发消息 兄弟们 我们究竟要去做什么呢 先说好了 不刺激的 我可不去包刺激的呀 我们安城有个偏的镇子 你知道吧 那里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女人司 你别说 长得真特么漂亮 还是独居 嘿嘿嘿 这不上了一周班 正好去放松放松 我关掉电脑 跑到厕所 跑到厕所吐的昏天黑地 回来群里都在询问我 我冷笑一声 好 保证准时到场 不过单是我们玩有什么意思 我爽就让群里兄弟一起爽 我们直接直播怎么样 有人硬喝好 想想都刺激 也有人担忧 这样容易暴露 我们被抓了怎么办 我寻寻善诱 我们可以直接隐私直播 很隐秘的 我混迹这种网络那么多年 我可以提供 你们想想 现场的热乎的群里 兄弟爽了 你们不觉得更刺激 最后那个熟悉的头像拍板定音 就用你的直播 不过要我们检查一下 他们把这个消息发在群里 很快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一场荒谬恶心的狂欢 我冷漠看着滚动的聊天信息 和警察联系于上钩了 我用警方的直播链接发到群里 里面也有精通电脑的人 查看后都觉得没问题 于是都迫不及待 等着周六那场凌辱的盛宴 时间定在下午三点钟 女人奶奶要去做小工 她一个人在家 我提前来到她家里 她见到是我 快速给我开了门 灵姐 我抱住她 这些天你辛苦了 不过很快了 今天就让他们下地狱 女人 小徐微笑着点头 灵姐 我也是女人 我知道这种恶心偷窥幻想的滋味 你不说我也会愿意做这件事情的 小徐是我无意间认识的 她很漂亮 可惜智力有些缺陷 对于那群人渣来说 是完美的诱饵 于是早在我发现这个群后 就开始布局 暗暗向群友暗示 有这么个女人向他们透露 多么好欺负 现在鱼上钩了 小徐的确有智力缺陷不错 但这只是让她的心智成熟地比别人晚 不代表她傻 什么都不懂 我一联系她 她很快就同意了我的请求 善良又温暖 我把手机绑好 固定在门口 只能看见门口的人进来 提前通知群里的人预热 他们急不可耐进去直播间 殊不知自己的信息正被警方飞速检测录入 飞速拿出另一个手机 回着直播间里的消息 此时群里正在闹腾 靠 怎么还不开始 已经迫不及待了 在直播间待了几分钟了 三点准时开始 别急呀 这句话出来 弹幕消停了一会儿 随机爆发出更加污秽的言语 我要点姿势 我要看前面 你真保守 要是我就几个人一起 在群里 也有人在飞速刷着消息 我热情介绍他们每一个进入直播间 亲自送他们上案底 2比50 比和警方约定时间 早了十分钟 几人出现在了门口 几张戴着口罩的脸出现在直播间里 遮得严严实实 只有一双银鞋的眼睛在滴溜溜地转 斜笑着推嗓敲门 小徐装作有些害怕 给他们开了门 哟 妹妹挺懂事 小徐躲避着他们的触碰 我几乎忍不住冲动 想要冲出去 理智阻挡了我的行动 我在门缝里看着他们毫无戒备 被小徐喂吓 我早就像好料的水扑通到了满地 我冲出去抱着安抚小徐 别害怕 我会处理掉他们的 小徐点头 在我怀里微笑说 林姐 我和你一起 我握住她的手 坚定摇头 不容拒绝地将她送进了房间 这些脏东西 我一个人就好了 不要脏了你的手 将直播关闭 我再次出现在他们面前 顾辉瞪大着双眼 你怎么在这 老婆 你听我解释 没事的 解不解释不重要的 我蹲下捏住她的脸 看着她慌乱恶心的眼睛 狠狠用刀戳瞎了一只 她在地上翻滚哀嚎 我微笑 你不是要解释吗 我再帮你 没了眼睛就看不了了吧 我欣赏她狼狈的模样 满条丝里用刀划过她的身体 老公抖着身子 却只能无力拽住我的衣角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老婆 求你了 别冲动 我毫不留情 在某个部位狠狠一扎 她疼到抽搐 眼睛冒白血 窟窿还在冒着血 过了就要改呀 刚刚也是我粗心了 只是眼睛怎么够呢 帮你代劳了 不用谢 老公疼得昏了过去 重点部位扑斥流着血 其他几个在地上像蛆一样扭动的男人 看着顾灰的惨样 纷纷恐惧向门口爬去 都是她的错 我们什么都没干 让我们走吧 求你了 我微笑 随手用刀挑起一个男人的下巴 女儿的照片很好卖 你在让她摆拍的时候 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现在才知道 后悔晚了 男人眼睛瞪大 痛到失语 刀渗着血 另一个肥胖男人 见到疯狂向后爬 在药物作用下 却只能缓慢挪动 我居高临下盯着她 我知道你很猖狂吗 每日偷窥邻居 肮脏幻想很爽 我让你更爽好不好 手起刀落 我欣赏够她恐惧发抖的表情 走向角落最后一个最年轻的男人 她痛哭流涕求我 妈妈 求你了吗 我是你十月怀胎生下来的 我求你了 我今年才十八岁 我还什么都不懂 我还在读书 求你别这样 我一辈子都会毁了的 我突然觉得可笑 生生质问气血 那你有没有想过养你这么大的妈妈 我对你十几年的养育之恩 就换来你这种白眼狼吗 你们都该得到报应 余生就在监狱里过吧 伴随着凄厉的尖叫声 警笛恩里响起 我放下刀 如是重负 终于要结束了 一个女警察进来 看到这一幕 嘴唇涅如 最后无奈叹了一口气 你这又是何必呢 他们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 你不必自己牵连进来的 我惨然一笑 我恨哪 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再燃烧 恨不得将他们折磨致死 姑娘 你知道被背叛的感觉吗 几十年的美好全是假的 如果不是我还有一个女儿 只是这样 还是太便宜他们了 女警抱了抱我 其他人动作迅速 将地上的败类们拘留 我也被烤上手铐 随着一起去了警局 女警轻柔带动着我向前 别担心 我们会帮你的 这群人应该得到这样的代价 只是去走一个流程 我在询问下 共认不会所做的所有事情 把自己在群里收集的证据交给警局 警察们通过直播间数据 破译出了所有人的信息 气得面色铁青 这群畜生 这是一场虚拟的狂欢 这是一场隐秘的罪恶 但都会在天光炸破 那一瞬间无所遁形 全网震惊 多可怕 眼中亲密的枕边人 信任的朋友 单纯的儿子 都有可能是披着人皮的禽兽 这是一场旷市的官司 牵连人数达数千人 这还只是一个群的 还有无数人苟活在暗处 阴暗 没有被抓住 开庭那一天 我坐在被告席 狠狠地 一眨不眨地记住每一张恶心的面庞 他们痛哭流涕求饶 我只是一时糊涂求你们 你们不要这样 我是公司的高管 我有很多钱 你们要多少都可以 老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们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狼狈至极地跪地求饶 无动于衷 原告一号 中原男 三十二岁 传播淫秽视频 探十年有期徒刑 二号陈原 男 十八岁 探八年有期徒刑 三号赴厄 男 五十五岁 探六年有期徒刑 这是一场盛大的审判 所有人都得到了报应 为他们的行径全部结束后 我看着天边投下来的阳光 露出了这些天第一个真心的微笑 真好 真好 终于结束了 妈妈 我和外婆来接你了 女儿清脆的声音响起 她冲入我的怀抱 我摸摸她的头 看着旁边担心看着我的妈妈 心里一股暖流油变全身 妈妈很高兴宝宝和外婆来接 只是妈妈还不能走 谁说的 女警出现在我身后 林姐 我们经过激烈的讨论 认为你不构成拘留条件 小方笑着看我 所以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悄悄靠近我的耳边说 不过就是几堆烂肉 金贵什么呢 真解气 这种人渣就应该被这样一绝涌患 说完冲我几眉弄眼 我含着泪挥手谢谢 我抱起女儿 牵着妈妈的手 在光里面大声说 走 我们回家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给侄子打工一年 年底结算工资时 看到收款短信通知 我彻底傻眼崩溃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叫汤建栋 北方人 我有一个哥哥 两个妹妹 我排行老二 我们兄妹四人 日子都过得普普通通 不过我大哥的儿子 也就是我侄子 却比我们这些长辈有出息多了 我侄子从小就聪明 头脑灵活 手脚也勤快 我们一家子都比较看好他 也最宠他 他考上大学那年 我们兄妹几个艺人 给他一千块钱 还在我们当地的电视台 点了歌 为他庆祝 侄子也很争气 大学里还拿过奖学金 他婚后想自己创业开物流公司 但手里没有启动的本钱 我两个妹妹借给他五万块 当时我儿子还没结婚 我手里刚好有点小钱 就借给他十五万 熬过了低谷期 侄子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车子 房子都有了 手里还攒下了一些存款 成了我们村的有钱人 侄子这个人比较大方 也知道感恩 他每年过年 都会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看望我 我一辈子都是打工讨生活 赚钱不容易 他给我带的都是好烟好酒 还有一盒几百块钱的茶叶 这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没白疼他 去年过年的时候 我原本已经和村里的伙伴商量好了 过完年大家伙就一起去工地干活 我们这种年纪的人 过年也就图个团圆 过完年 还是得继续忙活着挣钱 腊月三十那天 侄子和侄媳妇提着一大堆东西来看我了 有牛肉 水果 还有几瓶好酒 我让他俩别忙着走 留下来吃顿饭 侄子一开始还推辞说他俩中午回家吃 但侄媳妇拉了拉他 他也就同意了 老婆忙着去厨房准备饭菜 我和侄子夫妻俩在客厅聊天 家里多了两口人 氛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饭菜上桌后 我们围坐在一起 我倒了杯酒 举起杯子说 来 我们书侄俩喝一个 侄子端起杯子笑了笑说 书 我先敬您一个 我们碰杯后都一饮而尽 吃着吃着 侄子突然放下筷子 看着我说 书 我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下 我看着他说 有啥事就说 咱书侄俩还有啥不能说的 侄子搓了搓手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书 我这物流公司年后就要开工了 现在工人还没找到几个 我想请您过去帮忙 我一听 心里有点犯难 我知道 侄子这是看得起我才找我帮忙的 但是我已经和村里的伙伴们约好了 不能言而无信啊 我看着侄子有点为难地说 侄儿 你这心意我领了 但是我已经和村里的伙伴们约好了 年后一起去工地干活 侄子听了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 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 书 我知道这有点为难您 但是我这公司现在真的缺人手 我要不是实在没办法 也不会像您开这个口 我看着侄子 发现他脸上有些为难 他也知道这个请求有些突兀 我心里叹了口气 我在工地干活 一个月能有七八千的工资 去侄子那帮忙 工资肯定不会比我值钱高 但侄子既然开了两次口 我哪能再让他为难呢 我放下碗筷 认真地对侄子说 孩子 既然你开口了 你的事情我肯定更得上心 这样 我去和村里人说说 看看能不能找个合适的人选 替代我工地那边 虽然工程比较紧 但也不是非我不可 侄子听了我的话 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他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说 叔 真的吗 你愿意来帮我 我点点头 笑着说 当然 你的事情我怎么能不帮忙呢 不过说好了 工资的和大家一样 不能搞特殊 侄子连连点头 说这是肯定的 物流大年初六就开门了 自从我来到侄子的物流公司帮忙 每天的生活就变得忙碌而充实 庄货 卸货这些看似简单的活 其实并不轻松 尤其是侄子家生意好 我和其他工人经常要忙到夜里一两点才能收工 庄货卸货比较累人 有的工人会偷懒耍华 侄子看在眼里又不好直接说 只能让我多分担分担 我是长辈 又是来给侄子帮忙的 能帮就帮一把 自然不计较 我和工人们住在一间宿舍里 时间久了 我发现物流公司的工人流动性特别大 侄子一直在招聘工人 有的人来了干活还不满七天就走了 除了我之外 工作时间最久的也就是两三个月 起初我还以为是他们闲活太累 或者不适应这里的环境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侄子给工人开的工资比别人家的低五百块 我们是五千五百块一个月 而且活还比较多 那些工人心里不平衡 提出涨工资 侄子又不搭理 他们就走了 这让我有些心疼这些工人们 也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了 我和侄子谈过这件事 侄子一脸为难地说他是有苦难言 房租水电门面都是钱 我们是只看到他赚钱了 不知道他的难处 侄子这么说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我和其他工人都是出来打工的 都不容易 所以在平时的工作中 我总是尽量多干些活 帮其他工人们分担一些压力 而工人们看到我这样 也渐渐地不再偷懒 我们的工作是包吃包住的 以前都是大嫂负责做饭 后来侄媳妇怀孕了 身体总是不舒服 大嫂要照顾侄媳妇 谁来做饭成了难题 我在我们家厨艺算是不错的 平时逢年过节聚在一起 也都是我长厨侄子和我商量 以后买菜做饭的活交给我 每个月给我一千块钱的辛苦费 我觉得都是一家人做饭也不算累 就让他别提钱的事 我每天要早起买菜 为了记账方便 我都是去超市买 之后把发票给侄子 每个星期 侄子会把买菜的钱给我结清 我平时除了干活 还要买菜做饭 洗洗刷刷 一天下来经常累得腰疼 侄子对我的付出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他常常对我说 叔叔 你辛苦了 如果不是有你在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 我都会觉得特别温暖 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今年过年前的一个多月 我媳妇在家做饭 不小心烫伤了脚 那时候物流氓得不可开交 我又不能请太久的假 思前想后 我决定把媳妇接到我上班的地方 我在附近租了间小房子 这样我好照顾她 我原先要帮忙做饭 现在媳妇来了 中午我得回家给她做饭 就没办法继续在食堂干了 侄子看出我的难处 就把她岳父请来给我们做饭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毕竟让人家老人家多干了活 所以每天早上 我会早点起床 帮侄子整理货物 中午从家里回来 把碗筷刷碗 离放假还有六天的时间 我不知道是受凉了 还是太累了 连续发烧三天 浑身难受 老婆劝我别去了 在家好好歇几天 当时物流又有工人辞职 店里堆了不少货 侄子愁得晚上睡不着 我不好撂挑子 早上去诊所打点滴 中午忍着不舒服继续干活 侄子挺感动的 说过年一定要给我发个红包 我觉得发不发红包不重要 只要侄子记着我的好就行了 那几天带病干活 确实累着了 物流放假后 我在家休息了三天才缓过进来 当时离过年没有几天了 老婆问我 什么时候发工资 之前去干活时 侄子说了工资年节 我们家等着这笔钱过年呢 我给侄子发了信息 问了工资的事 侄子说腊月二十八下午就给节 那天下午 我是最后一个收到工资的 有两个工友发信息问我 侄子给我的过年红包 有多少钱 他们除了工资还有两千块钱的红包呢 我这一年那么辛苦 侄子肯定给我的比给他们的多 我说我还没有收到短信通知呢 等我收到了再告诉他们 我们正聊着天 短信来了 我数了一眼金额后 傻眼了 我的工资不仅没有比他们的多 还少了整整六千块 这对于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立马打电话给我侄子 想问问是怎么回事 侄子说他在忙 见面再和我说 腊月三十那天 侄子提着两箱酒和水果来了 吃饭时我提了工资的事 侄子解释工资是他媳妇算的 我当初回家接我老婆过来住 请了两天的假 后来我身体不舒服 去挂点滴 那几天也算请假 工资就被扣除了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请假回去接我老婆 当天去 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 一点活都没耽误 我生病时虽然打点低了 但我早上六点就去了 回来时工人还没起床呢 我也没耽误干活 怎么能算请假呢 我不服气 但侄子低着头说 他也很为难 我不想让侄子和侄媳妇为这事吵架 只能忍着不再抱怨 请假的钱扣了我可以不说 但别的工人都有两千块红包 我怎么没有呢 侄子支支吾吾地解释 他今年手头紧 手里没这么多钱 如果不给工人发红包 怕他们明年就不来了 我不一样 我们都是一家人 谈钱太见外了 他希望我能多理解理解 明年他一定给我涨工资 我听了心里那个气啊 我们是一家人没错 但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不仅干活 还要做饭刷碗 到头来工资还少了一大截 我们再是一家人 也不能好处都让他站着 都让我吃亏吧 我觉得这样太不公平了 侄子不好意思在我家多待 简单吃几口饭就走了 我和老婆心里都挺失望的 都说给亲戚打工难 现在我是真的体会到了 当天我就给侄子发了信息 过完年我不打算去他那干了 以后他来看望我 我依旧欢迎和感激 我奶奶是自杀的还是死在了大年三十的那个晚上 三十那天 我和我妈从酒店吃完 团圆饭回来 进门后就发现房子里被弄得一塌糊涂 本以为进了小偷 急匆匆检查中惊愕地发现奶奶已经死在了自己那阴暗的小房间里 从家里的杂乱来看 奶奶是在死前用尽所有的力气砸坏了她可以砸坏的一切 然后上吊自杀了 当时我一直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自杀 直到现在我才理解 很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几个长辈包括我爸妈一直都不愿意赡养我奶奶 那时候奶奶就经常被几人指着鼻子骂 尤其是大伯母 问她为什么要把房子留给三叔 却总要死皮赖脸地跑到她家住 退休金呢 那退休金呢 是不是又给老三了 你这个老不死的 这样赖我家 你这要多孩子 你房子宁可给老三 也不给我们 你还过来住干嘛 我天天伺候你拉屎拉尿的 我看你退休金也没有给我滚出去 别来我家 给我找老三去啊 有一次我看 不过因为我看见大伯母直接把奶奶的被褥丢出了门 还将一把将奶奶推倒在地 你干嘛推奶奶 看着沉默坐在地上的奶奶 我终于看不过 和大伯母拌嘴了几句后 把奶奶接到了我家住 可我妈的脸色也很臭 把我们两个推到了门外 并对我低声痛骂 你一个小孩子不好好读书 管这些事干嘛 赶紧把你奶送回去 然后给你大伯母道歉去 我不明白 我做错了什么 急眼想反驳 奶奶就步履蹒跚地过来了 满头白发的她 驮着背对我妈 低眉顺眼着琴 别说萧萧了 是我让她带我来的 如果不方便 我回去好了 没有什么不妨 我话还没有说完 已经被我妈拉到了一边 她没好气地对我奶奶说 晚饭可以吃了 吃完饭过去 免得别人觉得我们连饭都不给你吃 那一刻我聚气无比 开启了两连骂模式 顶撞了我妈后 又带着奶奶向我三叔家走去 我妈站在门口痛骂我不孝女 居然敢说她有本事 今晚别回家 奶奶被我扶着走 小声地念叨 潇潇听话 不能和妈妈吵架 奶奶没事的 奶奶自己会回去的 真没事的 我不忍心没有听奶奶的话 执意要陪她去三叔家住 和大部分人都一样 老一辈都有好几个子女 我奶奶有三子两女 全部存活 靠的就是爷爷和奶奶 以前当牛做马 不仅将几个孩子养大 还将其中两个养成了大学生 那年头 甭说家里 十里八乡能出两个都是极为光荣的 而我奶奶硬是含辛茹苦地生生带出了两个 我三叔和我爸刚上大学那年 我爷爷也病死了 一家六口的重担更是压在了我奶奶一个人身上 那时候大家普遍都穷 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口粮接济 据我奶奶说 就是自己扎紧裤腰带 把公社分的粗粮馒头就水分给家里的吃 所以奶奶一直很节省 哪怕到死之前那天 奶奶还是最终回到了大伯家 有我三叔拉着我把奶奶遣了回去 三叔上门对道 你怎么照顾的咱妈日子还没有到 怎么弄到我家去了 老了是一种什么体验 我还没老 不过从奶奶身上就可以看得到 奶奶年轻的时候很要强 性格也很强势 经常跟人吵架 动不动就拿筷子插自己鼻孔 将汹涌的鼻血往脸上一擦来 吓退人 这些他以前的光辉事迹 我是从其他老人嘴里知道的 不过想一下就知道 爷爷去世的那么早 一个女人带着客夫的名声 还能把五个孩子拉着大两个 还攻上了大学 脾气和手段不激烈点 怎么可能做到这些 可这些猎脾气却只在我记忆里出现过一次 那年我六岁 三叔结婚 大喜的日子 奶奶跑到了爷爷的坟头哭 因为他不同意这门婚事 等大家找到奶奶的时候 三叔的脸特别黑 甩手走人 继续回家结婚 我爸要留下我安慰奶奶 我看着满山的坟头 我也哭了 哭得比奶奶还惨 上了三分 我哭的原因 大家都能理解 奶奶哭的原因更是简单 那就是自家最好的那颗大白菜 被猪拱了 三叔是家里为二的大学生 年轻时候 长得也是那个先 大家都说 三叔以后娶的媳妇 至少也会跟我妈一样 家里有一个当小干部的爹我姥爷 所以追求者真的是排起了长队 可最终谁也没有想到 我未来的三婶居然会是一个比我三叔还大两岁的寡妇 两人怎么认识的 三婶是怎么拱了我三叔这个白菜的 我无从而知 也不敢问 只知道奶奶是打从开始就不同意这门婚事的 可三叔的坚持最终也说服了很多人 结婚前的一个月 他几乎天天跪在奶奶面前 软得硬的他都用过 只为求奶奶答应 可奶奶还是死活不答应 我爸生前说过 三叔最像我爷爷 性格降得跟牛一样 见说服不了 最终砍了自己一根小木之后 他还是决定白酒结婚 妈 这次是手指 下次你再阻拦 我就把头剁下来给您 所以 这也就有了三叔结婚那天 奶奶跑去爷爷坟前哭得一马二 也是从那天后 奶奶的精气神全留在了山上 下山后的奶奶大病了一场 差点红事半丸 连续半白事的那种 一个月他整整瘦了一大圈不说 本还有的一半黑发 也几乎全白 从床上起来后 他变成了后来那副样子 沉默寡言 逆来顺受 以及有求必应 那些年 随着子女各自成家 奶奶有的给了 没有的就在忙碌中 比如捡矿泉水瓶子 费报纸 工地捡沸铜烂铁中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 可无论怎么样 一碗水总是端不平的 更何况有这么多越发嫌弃她的子女 每次奶奶将捡了一天的东西拿回家后 总是被说死 老太婆说了几次了 让你别捡了 别捡了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今天又被人说了 说我们是不是不养你 还有你昨天卖报纸的钱 是给老二了 还是老三了呀 你再这样 就别怪我这个儿媳妇的不客气了 上面的话是戴伯母说的 而其他子女诸如此类的话 也说过不少 只是没有那么很罢了 他们觉得奶奶的所作所为 就是给他们在丢人现眼 而且还把家里总是弄得脏乱差 后来他们也以这个理由 很少再去奶奶家了 直到三叔想盖房子 地皮批不下来 奶奶就把自己带小院子的房子贡献出来 以后奶奶就再也没有自己的家了 换来的是三叔赡养奶奶十年 房子换十年 奶奶搬进去的那天 我偷偷去看奶奶 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 昏暗的灯光下 她逼着脑袋 身形瘦小且落寞 三婶抱着堂弟踢了一脚 奶奶居高临下道 死老太婆 你记住 别以为宝华说养你十年你就是祖宗 你在我们家就跟狗一样 我们养你只是可怜你 不是什么你给房子了 那东西你不给还想给谁 老大老二全生了女儿 就我家还能生你们无家的种 以后给我安分点 不然让你连狗都不如 滚出去睡外面 从自己唯一的遮身之所都没有后 奶奶就一直过得很不好 就说我看见的奶奶从没有在饭桌上和三叔他们一起吃过 她都会默默地夹起筷子 菜后一个人搬着小板凳坐到门口静静地吃着 很安静 不打扰到任何人 除了旁边养的那条太迪 总是对我奶奶的饭碗虎视眈眈 这鸡肉是给小宝吃的 他长身体 你又咬不动 这鱼刺这么多 你加什么呀 吃出毛病 谁给你治 要不你把退休金也给我们好了 你怎么这么麻烦呢 这汤洒出来了 你能不能行啊 给我坐着去 我给你弄过来几筷子 青菜 咸菜 炒蘑菇 炒鸡蛋 这些是我看着三婶放在一个小碗里面端给奶奶的 然后再盛一碗饭 里面放上鸡筷子鱼盒肉 再浇汤给那条狗吃 看什么看 她能看家 你能吗 她会汪汪叫 你会吗 还有那退休金呢 奶奶低头继续吃着手里的素饭 当时我年纪才十岁 我知道她对奶奶这样不好 可看着她恶狠狠瞪过来的眼神 我又不敢说话 我怕我也被这样对待 我爸是老师 白天从来不在 晚上很晚才回来 我妈在粮食局做财务 也是很少见到人 那时候我都是在三叔家吃饭 当然我爸妈给了三叔家钱 不过三叔也在外面忙 家里就我和三婶 还有她口中的宝贝儿子奶奶 遇到的这些 我会跟我妈说 因为我妈比我爸回来得早 我妈却跟我说 别跟你爸说这些 你爸身体不好 小孩子把书读好就行 尤其你是女孩子 更要争气 说完这些后 我妈还是会去三叔家 当然第二天 三婶看我的眼神会更加的不善 直到有一次 奶奶一如往常地坐在门口吃饭 三婶发现给狗的饭不够了 她看了看我碗里的 我连忙挡住饭户了一个 食吃这么多 有什么用 以后还不是要嫁出去 三婶骂了一句 还是放过了我 她起身走到了奶奶面前 二话不说 就夺过了奶奶的那半碗饭 叫什么 叫吃啊 三婶将奶奶的饭给了那条狗 并把饭碗重重地摔在了奶奶面前 少吃一顿 又饿不死你 晚上我又将事情告诉了我妈 拉着她的衣服哭 妈 三婶对奶奶真的太不好了 我们把奶奶接过来住吧 好不好 我会好好读书 以后孝敬你们三个的 好不好 妈 我妈又去找了三婶 走了两个小时才回来 刚到家 我爸也到家了 我见我妈去房间里找我爸谈话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溜出门去找了奶奶告状啊 你孙女告状 你让老二媳妇来说呀 那天天色很黑 我摸索着路到了三叔家门口 我看见三叔坐在门口 哀声叹气 里面有三婶的责骂声 告你 告诉老太婆 你不是嘴巴以前很厉害 你吭声 动 你还敢动 里面的骂声让我不敢进门 我跑到了三叔家后面 那边的灯亮着 叫骂声从里面传来 我个人矮 吃力地搬了石头 站上去后 用手撑着窗台将整个人织了上去啊 没有几秒钟我就从上面摔了下来 不是我力气不够撑着 而是我见到的画面完全颠覆了 也摧毁了我的世界观 我看见奶奶的房间里 奶奶被三婶按在床上 一只手捂着奶奶的嘴巴 一只手狠狠地掐在奶奶的腿上 每一次掐下去都会狠狠地拧上一下 叫啊叫啊 你给我叫啊 以前不是很能耐吗 不是看不起我吗 那你干嘛来住 我家一个破房子就让你这么了不得了 做几顿饭就这么了不起 还告状 我让你告三婶 狠狠地拧着奶奶的肉 满脸猙獰 奶奶被疼得挣扎 想喊 却被制服着 然后只见奶奶的腰上 背上 腿上全是瘀青 斑斑点点随处可见 爸爸摔在地上的我顾不得痛 一边哭 一边大喊着 向家跑回去 我要去喊我爸妈 我要爸妈杀了三婶 她怎么可以这么欺负我奶奶 她太坏了 我无法忘记 那天晚上我爸气呼呼地出门 完全没有注意到跟在后面的我 他闯进了三叔家 一脚踹翻三叔后 从厨房拿了刀冲进了奶奶的房间 我们连忙跟了进去 下一秒 我看见了我爸把刀砍在了一脸猛逼的三婶面前的那把椅子上 我爸没有砍人 而是咬着牙说了一句 再有下次 我就砍你 我爸很闷 很少说话 可那一刻的眼神 我到现在毕生难忘 三婶待在了那边 直到看见自己老公和我冲进去后 才眼前一亮 不过这一亮只持续了几秒钟 因为下一秒 我爸转身抬手 他一耳光 狠狠地扇在了三叔的脸上 三叔没有说话 就愣在了那里 倒是三婶急了 喊着 你敢服不服 我爸没有理会三婶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三叔 三叔脸色变幻 才咬牙说了一个字符 可这话还吐出 我爸又是一巴掌 他三婶再次急了 下一秒就要打我爸 然后只见我爸一抬脚 将三婶踹翻在地 然后又是一巴掌扇在了我三叔脸色 以后还敢不敢这样对咱妈 我爸质问着 可眼睛里都是泪水 奶奶就坐在旁边发呆地看着一切 三叔看了一眼奶奶 他跪倒在地 对不起哥 对不起妈 有时候一点小温柔 往往可以给一个人余生所有的阳光 可当这点温柔消失的那天 从此皆是黑暗 2016年5月13日 我奶奶生日在三叔家过 我爸那次发了脾气后 三婶是被完全吓到了 对奶奶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至少在很多方面开始尽了儿媳妇的责任 其实我也问过我爸妈 为什么不把奶奶接过来住 既然三叔三婶这样对奶奶 可我爸妈没有回答我 直到长大以后 我才明白 大人的世界很复杂 复杂到做很多事情 真的不能身不由己 我家不富裕 一旦接了大伯等人 就会完全地赖上我家了 到时但凡奶奶有一点小事情都会吃力不讨好 这话很残酷 也很现实 但凡家里有老人的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那一天是奶奶七十岁生日 不管平时怎么样 这一天无论是为了维护面子还是啥 家里还是给她弄了一次寿宴 地点是在大伯家 主要大伯家的院子比较大 这一天大家都挺开心的 我爸和叔爸们也相处得挺好 似乎是忘掉了以前的那些不愉快 奶奶还是三审搀扶着来的 奶奶一脸笑意 对着所有来祝寿的人点头 奶奶怎么样 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成为她最难忘的一次生日 同样也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我爸去这里为奶奶拿生日蛋糕 回来的时候遭遇车祸 为了躲闪摩托车撞到了电线杆子 他没有戴头盔 整个人飞了出去 头撞在了一边壕沟里的大石头上 等到人去救的时候 已经出气多进气少 还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 我爸没有了 那年他刚刚四十 接到这消息的时候 家里正喜气洋洋 一群人给奶奶再说服如东海 寿笔南山的话 我乖巧地陪在奶奶面前 看着忙碌的长辈 以及那个拉着二姑婆手砍大山的三审 突然想 这样的日子貌似也不错 直到有人冲进我家 先是看了我们很多人一眼 我明细地看见他的眼神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 然后似乎做了一个决定 他喊了我大伯长兄为父 他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也是在那个时候最能拿主意的人 我看着大伯在大门口不远处愣了片刻 整个人踉跄了一下 似乎要摔倒 直到有人发现不对 立马冲了上去 然后气氛变了 我大伯招呼着我妈过去 没一会 我妈大喊了一声我爸的名字后 晕了过去 三叔一屁股坐在地上 整个人瞬间没有了魂 我想冲过去 奶奶一把抓住了我 她看着我 眼神极为慌张 最终还是有人叫了我了过去 在我满脑子嗡嗡的过程中 你别着急 徐老师现在送医院了 会没事的 来人再怎么安慰 可看见我妈 我大伯等人脸色后 我已经知道了结果 然后我听见了 奶奶在那边嚎啕大哭 一直喊着爸爸的名字 我没有安慰 也没有想到安慰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的太阳没有了 后来我是不记得我是怎么样到的医院 只记得到医院的时候 我去的是太平间 我爸就躺在院子里 已经被透血的白布覆盖 遗体已经清洗过一次 可血还是会渗出 我冲上前跪在我爸面前 想去掀开白布 被大伯阻止 大伯对三叔说 别让肖肖看见 找人给老二弄一下 老二这人平时最注重仪表了 我哭着大喊 着想看爸爸 三叔拉着我说 听大伯的话 我拼命挣扎 最终拗不过我 被我掀开了白布 我爸就躺在那里 脸色苍白 后脑部分都是血水 在冰冷的铁床上 我觉得我爸一定很疼 下意识想去安抚 被我大伯抓住了手 大伯冲着我摇摇头 然后我听见我妈哭着过来了 我转头 我妈亮亮呛呛地跑过来 路上还摔了几下 她冲到我爸面前 抱着我爸死命地摇着 让我爸起来 而奶奶就站在太平间外 被人扶着 脸显得很肿 寿宴变桑宴 这么多年过去 我已经忘记了我是怎么回的家 只记得一辆掉了漆的大巴上 我爸的遗体盖着白布 躺在放在中间的担架上 我和我妈 我奶奶 大伯 三叔等人一起坐在两边 我几次想去揭开盖在我爸身上的那块布 想再看看它 可几次我没有敢下手 我不怕鬼 也不怕死人 怕的是 揭开后看到的 真的是我爸的脸 就在白天 我爸去拿蛋糕钱 他还笑着跟我说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还吃小孩子的东西 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呦 我回答道 那就嫁不出去 一辈子做你女儿不好啊 我爸笑着 骑上摩托车离开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一别净成了阴阳相隔 净成了永别 想到这里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每每想起这幕 我真的好想说 爸 别去了 女儿不爱吃蛋糕了 女儿再也不吃蛋糕了 一辈子也不想吃了 二娃呀 终于 在气氛死寂中 奶奶的一声嚎哭 打破了大巴里的所有平静 奶奶从座位上起来 在爸爸面前哭了起来 我转过头看着奶奶 看着她满脸都是泪 已经哭到认不出原来的样子 脸形扭曲 她颤抖着手 要去揭开我爸脸上的那块布 我想看又不敢看 我也同样哭了起来 我好怕下一幕见到的就是我最不想见到的 滚哪 你给我滚哪 我见到了我爸奶奶将那层布揭开了 我爸惨白的脸冲击着我的心 我眼泪喷涌而出的那刻 我就见到了我妈猛地站起 冲到了奶奶面前 她一把推开了奶奶 哭喊着让奶奶滚 她说 如果不是你 她会死吗 她不会去取蛋糕的呀 我都说了 我去我去就好了 她非要说要亲自给你娶 为什么死的是她 不是你 也不是我 我妈大哭着坐在我爸的面前 指着一屁股坐在地上的奶奶 一边哭 一边胡言乱语 奶奶就这样坐在地上 所有人看着我妈 看着我爸 也看着她 没有人去扶 包括我 因为那时候 我真的想了 如果今天不是奶奶过生日 我爸是不是就不会死 是的 一定不会死 只要今天不是奶奶过生日 莫名的一丝恨意出现在了我的心头 我看像坐在地上 已经完全失神 只是哭着喃喃自语的奶奶 有一丝讨厌 可这讨厌在我的视线看到我爸的时候 我还是站了起来 我静静地看了一眼我爸 眼睛瞬间模糊 全是水团 然后 她的样子扭曲 当眼泪掉下 再次清晰 依旧无比苍白 我走到了我奶奶面前 将她扶起 也对我妈说 妈 我们陪爸回家吧 不要哭了 不要说了好不好 我们陪爸回家好不好 那天很黑 路很亮 车开进村里的那刻 很多很多人站在两边等着我们 或者说 等着我爸 一眼望去 大部分是孩子 当车后门打开 我大伯和三叔 将我爸的遗体台下的那刻 原本的沉默再一次打破 这一次不是我们 而是一个孩子 徐老师这一生下去后 一个个孩子 纷纷大哭了起来 我爸生前是一个好父亲 好儿子 同样也是一个好老师 我爸的葬礼办了三天 来了很多人 有亲朋好友 同事 但是更多的是我爸生前的学生 他教书育人十几年 虽然是一个小学老师 可附近多少人曾经是他的学生 这些人来来往往地拜计 但是乡竹都买了好几次 恐怕我爸也没有想到他死后会如此地热闹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个的人走过来安慰我 安慰我妈 也有人安慰了奶奶 可很快就有人在旁边怯怯私语 直到后来 阿妹奶奶的人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在旁边小声地叹息 直到都怪你 都怪你 你这个死老太婆 都是你害死徐老师的 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突然从院子外冲了进来 他红浊眼 满脸泪水 却将手里的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了我的奶奶 砰 石头没有砸中我奶奶 只是砸中了奶奶面前的烧纸的火盆 火星四溅中 火盆直接就被打翻了 更是因为接触空气 让奶奶面前直接燃起了一堆大火 奶奶我下意识就当即站了起来 想冲过去 可却被我三审拉住了 他说火大会烧到我 我愣了一下 看向了奶奶 却发现面前一团熊熊火焰钳 奶奶就那样坐着 火光照在她的脸上 斑驳的皱纹 无神的双目 她的眼里完全失去了光 就像行尸走肉一样 就那样呆呆地坐着 她垂着头 双目无神的 不知再喃喃自语着什么 有人冲了上前 按住了那个小孩 可就算是这样 那小孩被按着也依旧嘶吼着 为什么抓我 不抓那个老太婆还是坏人啊 我认出了 她是我爸班里的一个学生 成绩不好 属于刺头的那种 可现在也是这个刺头不断地哭喊着 徐老师没有了 她害死了徐老师 我们没有老师了 那一刻 原本沉痛的葬礼一下子也增添了其他的意味 直到后来那孩子被拉走 我依然可以看到很多人看向奶奶的目光里是责怪的 就连厨师做了夜宵给大家 也没有人叫奶奶 更没有人给她端过去 我只记得那天到了很晚很晚 我很困了 也哭累了 就在长辈们都在忙着白事整理祭奠前 还有之后其他的琐事时 我看了看远处的圆桌上还剩下了一碗年糕汤 我突然想起了 我爸以前总会做好一碗后 让我端给奶奶吃一点吧 我起身将那碗还略有热气的年糕汤端给了奶奶 我已经忘记了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说不上恨 也说不上不恨有埋怨 可我更知道 如果我爸还活着 绝不会让奶奶一个人坐在那里挨饿受冻 那晚上整个屋子到周围都弥漫着香火的味道 外面很黑 可以看见很多花圈 静到气氛都是哀伤的 就在我端过去的那刻 奶奶突然抬头 双眼已经哭到浑浊 她嘴唇哆哆嗦嗦着 又抬起手想接 可两行眼泪从她脸上迅速地滑落 那晚上奶奶突然抓着我的手 她说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萧萧 奶奶让你没有爸爸了 奶奶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啊 奶奶在哭 握住我的手 很凉 就像她的心一样 很凉很凉 我安慰了奶奶 年近十三的我 单纯只是在模仿我爸 因为那天我确实不爱我奶奶了 可就是这么可怜的安慰 在这个七十岁的奶奶眼里 我看到了卑微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她抱着我说了一句话 萧萧 以后唯一对奶奶好的人也没有了 你爸爸真的对奶奶很好的 奶奶宁可自己死 也想把她这条命换回来啊 你爸爸我的儿子是一个大好人啊 鬼使神差的 我抱住了我奶奶 对她说了一句 改变了她未来命运 也是导致最后自杀的一句话 奶奶 爸爸不在了 我会像他一样 对你好的 爸爸下葬在离家不远的公墓 当所有人都下山后 只有奶奶留在了上面 其实作为一个老人家 没有人要求她上山 可当她跟在后面的时候 也没有人去跟她说留在家里就行 所以当她自个儿留在山上的时候 同样也被所有人无视了 我倒是想去说 可大伯母把我拉到了已然哭得死去活来的我妈身边 嘱咐我照顾好我妈 下山前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奶奶 花白的头发 鱼缕的身体 满是皱纹的脸上 全是泪水 白十三天 奶奶一直是木然的状态 没有哭过 可当我们走后 奶奶终于哭了 而留在我记忆里的最后一幕 则是奶奶颤颤巍巍地走到我爸的墓碑前 缓缓地蹲下身子 颤抖地抚摸着我爸的照片 最后她跪了下去 因为当时扶着我妈 我想过去 可最终没有机会 这是在奶奶上吊以后 总是被我常常想起 后来的日子我也会常常去看望奶奶 虽然我妈看上去很不开心 可也没有阻止 只是村子里的人总是会说闲话 有人坐在路边的小凳子上 翘着二郎腿 嬉皮笑脸地说 萧萧又去看你奶 你爸因为他死的 你真的不怪你奶呀 每当这个时候 我心里总是狠堵 但一开始的我也会摇头说 我爸是车祸 不是我奶奶害死的 你们别乱说 后来这些人总是乐此不疲地说 我也懒得解释 会快速离开 但隐隐地还是觉得一切都变了 奶奶会继续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单独吃饭了 碗里就挤个菜 吃完了也不会去家 只能干巴巴地吃完下面的白米饭 那狗盆里的菜都永远被奶奶多上了何止一倍 狗倒是活得越来越皮毛油亮 奶奶却是越发地苍老 我也跟三婶说过这事 可是好像真的我爸 没了以后完全不一样了 三婶会趾高气扬地跟我说 那你接走好了 罚接到你家去养啊 更过分的 有一天 我和三婶吵起来 三婶冷笑着重复着那句后 加了一句 接到你家去 把你妈也克死啊 到时看谁养你 供你读书 那天我无比地生气 跟三婶吵完以后 跑回家告诉我妈 那天 我妈再给我织毛衣 自从我爸走后 她也憔悴了很多 也很少去打理自己的装扮 头发乱糟糟的 面色蜡黄 她抬起头淡淡地看了我一眼 眼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她看了一眼气愤的我后 又低下了头 一边织着毛衣 一边平静地说了一句 什么时候轮到我家 你大伯三叔会送过来的 再说 你还有两个姑姑呢 我呆住了 一方面是惊讶于我妈的冷静 一方面是想起了那两个我爸走后 都没有回来的姑姑 我不知道姑姑和我爸他们发生了什么 可就是我爸事了 两个姑姑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瞬间 我很难受 然后我哭了 我妈没有安慰我 只是织着毛衣 但是眼泪也从她脸庞上滑下 片刻后 她重重地扔掉了毛衣 狠狠地告诉我 不许哭 我们现在是孤儿寡母了 人人都可以欺负我们 你不能哭 你必须坚强 我们不能被人欺负 我茫然地看着我妈 看着她双眼通红 整个人像疯了一般地喊着 那时我不明白 她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当她气愤地跑出去 跑到三婶家破口大骂 砸了一堆东西后 我似乎懂了 但也似乎没有懂 是懂了她的要强 她在为我们母女炒回尊严 不懂的是她没有喂奶奶 再去要什么奶奶 最终还是没有轮到来我家 住在之后的三年内 似乎大伯和三叔达成了某种共识 一直让奶奶在两家内进行轮换得住 而我在为奶奶的不宫廷 待遇向我妈告几次状 我妈变发几次疯后 最终我没有再提 只是每次放学回家会去看一下奶奶 把省下来的零花钱买血吃的偷偷地塞给奶奶 就像我大二那年的寒假 我回到家 奶奶开心地拉着我到了她那阴暗的小房间 从被窝下面掏出了几盒牛奶 开心地塞给我 牛奶过期了 奶奶藏了很久 可我还是开心地收下了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不看见奶奶失望的眼神 那时候的奶奶已经有些神志 不太清楚生活 没有人照顾 乱糟糟 甚至可以说是脏兮兮 也没有人愿意再接近她 哪怕是吃饭 也是像端给宠物一样放在了她的门口 不管她会不会来吃 也不管会不会被什么野猫野狗率先看见将饭吃了 不过基本上不会 因为大部分的搜水桶都被我奶奶那碗只有豆腐咸菜 或者半个炒蛋一个鱼头的饭来的丰盛 所以奶奶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我放假回来的那天 不仅有吃的 还有人陪她 那一年寒假 我早早起来陪我奶奶去晒太阳 阳光很温暖 照在我脸上也让我远离了学校的喧闹和学习的压力 所以我闭着眼睛就静静地晒着太阳 突然我感觉到有冰冰凉凉的东西碰到了我的脸 我被吓了一跳 当场跳了起来 然后我看见的是那奶奶那不知所措 转而带着害怕和愧疚的眼神 还有那只举着皮肤泛黑的手 我也是立刻意识到了 刚才是奶奶在摸我的脸 奶奶没事 你摸吧 我连忙凑上去 抓着奶奶的手往我脸上放去 很冰 也很瘦 就在我心酸的一瞬间 奶奶突然来了句 萧萧 你真的好像你爸爸呀 那瞬间我整个身体都是僵的 鼻子迅速地发酸 眼泪也是掉了下来 我一把抱住了奶奶 哭啊哭啊哭 五年了 我真的很想我爸 好想好想他 总是希望我考上一个好学校 现在他的女儿考上的是国内前五的 我总是在学校里想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很开心吧 而那天 就在我哭着哭着的时候 我听到了奶奶在我旁边的喃喃自语声 她颤抖着说 萧萧 对不起 如果不是奶奶 你爸爸也不会死了 对不起啊 萧萧 如果那天死的是奶奶该多好 为什么就不能拿奶奶的一条命去换你爸的一条命呢 对不起 萧萧 对不起 是奶奶让你没有了爸爸 真的 那一天是我爸走后再次的极度伤心 也是真正的释放 因为说实话 确实那五年我还是怪过奶奶的 虽然我知道一切都是天意 可也会不自觉地想 如果那天不是我奶奶生日 我爸怎么会去拿蛋糕 又怎么死呢 可是当奶奶一次次地跟我说着对不起的时候 我却十分地难受 因为我真的不想奶奶这样 那天我强硬地把奶奶接回了家 去我家住 至少我放假的时候 奶奶必须和我在一起 初期的我妈没有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铺好了被子 还有买了一堆新的生活用品给了我奶奶 而那天我也天真的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因为怕我走之后奶奶孤独 再听人说老人养猫不错 不用像狗一样溜 加上农村猫屎这东西 猫会自己找地方 只需要清扫一下就可以 并且看奶奶因为孤独 神志总是不那么清楚 大三开学前 我便去弄了一只橘猫 给了我奶奶养走之前 特意去培训了一下猫咪 叫它拉屎的地方 大概老人对猫的取命总是统一的 在好多次 奶奶忘记我给取的名字 这猫的名字 也被奶奶正式定成咪咪 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 就因为这只猫 让一切的事情变了 开学三个月后 临近暑假 大伯打电话给我说 奶奶摔了 摔得很严重 挂了大伯的电话后 我立刻打电话给了我妈 从我妈口中再次确认了这件事 那猫太皮 叼走了什么东西 你奶奶去抓就摔了 我妈口气冷淡 可我的心情却一下子崩了 一方面猫是我送的 二方面是担心奶奶的身体 我妈说 现在就是躺着去了一趟医院 医生说年纪大了 骨质不好 这一摔 左腿骨裂了 加上腰也扭到了 估计要躺上好几个月了 听到这话 我就哭了起来 可这不哭还好 一哭 我妈也生气了 开始骂我 好端端地给奶奶什么猫 现在大伯母三婶全来找事 说是你弄的猫 现在你奶受伤了 就应该你负责 你怎么负责 不读书回来照顾还不是扔我们家吗 那天我不知道哭了多久 只知道我妈让我暑假 最好也别回去了 在学校里过不行就去实习 到社会上磨练磨练也好 这是她会去扯皮的 一个拿了房子 一个拿了养老金 什么也不留给我们 凭什么 我们照顾年纪大了没有猫 以后也会有其他事情的 凭什么 就知道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吗 我妈嘱咐完后 就骂骂咧咧了几句 才挂了我的电话 只是我没有听我妈的话 再几次我想让大伯把手机给我奶奶接 大伯总是各种理由推脱后 我求了三叔 结果三审拿了过去 他说 潇潇暑假要回来的 你奶奶很挂念你 你弟弟也在想你让奶奶接电话不了 我们在家今天不过去了 你妈那个人 哪过去就跟我们吵架 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 我们真的 我没有听三审说下去 只是默默地挂了电话 果然我爸走后 这个世界真的完全变了 再也没有人能让我们遮风挡雨了 在经过长时间的心理煎熬后 暑假那天 我立刻买票了回去 刚进门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 我妈和我三审大伯母在吵 三审的声音特别大 我们当时就说好了 老二走了就你们母女了 老太婆就我们两家照顾好了 也不到你家了 你还说我们狼心狗肺 欺负你们娘俩 有良心吗 当时是你女儿非要把老太婆接走的孝心吗 你们娘俩拿去了 出事了吗 让我们和老大家一起照顾 凭啥呀 凭什么好欺负 每次拿老二出来说事 人都死了 哪怕人还活着 他也不会像你们这么干 听到这话的那刻 我愣在了门外的原地 脑子里根本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又听到了大伯母的劝导声 好了 都是一家人 没有必要这样的 你说养老金我拿了 房子老三拿了 行 那我们每个月每个人给你五百块钱 你就继续照顾一下猫 是萧萧买的 你这样让我们接回去照顾 我们也有工作的 难道不赚钱养这个老太婆呀 你们有工作 难道我就没有工作呀 我也要赚钱 我不赚钱我们娘俩怎么活 萧萧还要读书 大学吃喝拉撒都需要钱 我不去工作 我们娘俩怎么办 一千块钱根本不够好步 你们就是欺负我们娘俩呀 终于我妈的哭声传了出来 她一边哭 一边在倾诉着自己的委屈 这一刻 我终于按捺不住 准备冲进去 可突然里面一片安静 只是这片安静后 就听到了三婶在骂死你 又说死 那你去死好了呀 整天说死死死的 结果比自己的儿子活得还长 你死了 我们会吵架吗 我们是为谁吵架吗 小孩子不懂事 你这么大一个人了也不懂事 养什么猫 吃的喝的 还不是靠我们给你 毫无疑问 这话骂的是奶奶 我的情绪也在这刻彻底爆发 直接推门往里冲去 够了 是我的错 为什么要骂奶奶 再说了 她是我奶奶 也是你们的妈 赡养她孝敬她不是应该的吗 你们不孝敬不说 天天骂奶奶 你们到底是不是人呢 那一刻 我是彻底地气疯了 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我的长辈 或者是不是我妈 我也只想一个个骂过去 最好是可以骂醒他们的那种 树木相对 我看见了里面有很多人 除了我妈 我三婶 我大伯母 竟然还有我大伯 以及那个我爸死 都没有回来过的小姑姑 那一瞬间 我感觉这个世界显得很荒诞 不仅是时隔很多年 再次见到这位小姑姑 更让我觉得离谱的是 奶奶的大儿子和小女儿全在这里 三婶他们是怎么敢这样 骂我奶奶的 而且我妈 为什么你看着我是这个表情 我妈的眼神是惊恶转而愤怒 没有半点被我撞破 他们联合欺负奶奶的羞愧 而其他人竟是幸灾乐祸 尤其是被我骂了以后 三婶居然笑了 这不是我们的大学生回来了吗 行啊 你说婶婶不会孝敬 那你来孝敬啊 你奶奶背着我们给你留了不少嫁妆 你大伯母去取钱的时候发现里面少了很多 既然你拿了 你是她亲孙女 是不是该照顾一下 我愣在了那里 似乎明白了什么 可更多的是不明白 就因为这事 你们就可以这样对待奶奶吗 她是你们的妈呀 我看向伯父 咬牙道 大伯伯 我爸走后 您就是我爸奶奶 可是你亲妈 您难道没有什么话要说的 结果这话刚说完 大伯母就直接生气了 你怎么说话的 跟你带伯伯 当时气也在呢 快了 我硬着脖子嘲笑道 你们能跟自己 亲妈都这么说话 为啥我不能 你们可以没大没小 我就不可以吗 然后我看向了奶奶 奶奶瘦了 很瘦很瘦 头发也很乱 她躺在床上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嘴巴在动 却说不出话 我突然想起了我爸死的那晚 奶奶被所有人孤立后的情景 不由心里很酸 没有等其他人再说话 我又继续说 没有 奶奶当时把你们养大 你们有今天吗 你们早饿 这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完 因为我看见我妈冲了过来 我被我妈的表情 吓得愣在了原地 重重的耳光声响起后 我的脸又痛又抹 然后胳膊再次吃痛 别打孩子 在大伯的劝阻声中 我妈红着眼 狠狠地拧在了我的手上 你怎么说话的 她是你大伯 跪下 赶紧认错 我妈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我 偶尔就是骂我一下 这是第一次打我 尤其是在爸死后那一刻 我无比地委屈 简直委屈到了家 我大哭着喊 凭什么 凭什么要我跪 是你们在这样对待奶奶 凭什么她是我奶奶 是你们的妈 你们到底她我妈 又是狠狠地一耳光 扇在了我的脸上 她更是通红灼眼 一脚踢在了我的腿上 喊着跪跟你大伯道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